第1301章太黑了,古色古香的盒子一面,有着两个古老的字体,鱼管。这种字体,是银长想出来的,狐狸曾在妖族典籍中,看到过一种古老的人族文字,也不知是属于那一纪元,他很喜欢,就用来作为鱼管的标志性字体。 现在,那个清渠中年人手中拿着的盒子,正是鱼管自制的盒子,至于盒子中所谓的镇魔神针,十有八九就是鱼管出售的神针。身为鱼管的大老板,歼二老板,秦末看到再占天成,有人售卖他铸造的神针,本来应该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可是,一盒镇魔神针,一千万枚极品真元石是怎么回事?鱼管售卖的神针价格固然昂贵,但是,也达不到一盒一千万枚极品真元石的地步,这个清渠中年人就算想当二道贩子赚差价,这赚得也太狠了点。 呵呵,这家伙是想钱想疯了吗?占天成如今高手云集,谁会脑子犯蠢,花费一千万枚极品真元石,来买一盒镇魔神针。 银成痴之以鼻,下一刻,秦末等则是目瞪口呆,那的武圣强者竟拿出一叠票据,真以一千万枚极品真元石,买下了那盒镇魔神针。 要知道,一千万枚极品真元石的价格,在西陵战城足以买到一百盒镇魔神针了。 这是怎么回事,那武圣修炼到脑子嗅逗了麻,秦末,银成,高矮子看到这一幕,皆是觉得不可思议,觉得是不是在梦里。 不对劲,猛的,秦末察觉到有些怪异,眯起眼眸,变魂术当即发动,就见清渠中年人的面容一阵模糊,如同抽丝破茧一样。 在秦末眼眸中呈现另一番样貌。 赫然,是一个尖嘴猴腮的老头,胡三爷,这个老家伙,用幻术将一盒镇魔神针,卖到一千万枚极品真元石的天价。 这老混蛋估计不是第一次干这事,秦末,银成咬牙切齿,他们与胡三爷虽然不止一次并肩作战,但是,还是无法对这老家伙有好感。 每一次相遇,这老家伙总是在干坑人的事情,尤其这一次,还是用鱼管的神针招摇撞骗,这事情一旦传开,鱼管起飞是声名扫臂。 此时,前方的胡三爷猝了猝票句,满意点头,这位朋友真是是祸之人,这一盒神针一定能将你的心魔进退的。 言语之间,则是无比真诚,好像是真有其事一样。 这时,胡三爷的肩膀被拍了一下,他顿时一惊,豁然转头,则是看到秦末微笑的面容。 你,胡三爷眼睛瞪大,旋即眯起,不动声色,他对自身的幻术很自信,确信没有露出任何马脚。 这位小兄弟,有何贵干,是不是要这种神针,可惜,最后一盒已经卖掉了。 胡三爷这般说着,眼角的余光确实乱描,准备找好路线开溜。 刷,秦末挥避移动,隐约有虚幻的光辉浮动,本体与虚声同时发难,一瞬间有着数百个变化,笼罩向胡三爷全身。 比这老头,用我鱼管的神针招摇撞骗,还想连我也骗。 秦末传音喝道,这小子,实力进步得这么快,胡三爷大惊失色,想要施展身法开溜,却已势不及,全身的所有退路被秦末封锁,根本退无可退。 同时,银承传音威胁道,老家伙,一合这魔神针,在西陵主城最多卖五十万枚上街真元石,到这里卖一千万枚极品真元石,你这老家伙也太黑了。 一瞬间,秦末已是扣住胡三爷的卖门,拽着这老家伙的手臂,如同久别重逢的老友,在人群中连连闪动,已是消失不见。 外城,一栋酒楼的雅间,秦末拽着胡三爷进入其中。 穆小哥,识别三日,修为精进如斯,可喜可贺啊。 胡三爷忍着痛,一脸真诚的赞叹。 秦末冷笑一声,屈指连弹,一道道正文交织,在雅间周围不成一做正法。 胡三爷,你别顾左右而言他,用鱼管的神针招摇撞骗,你今天总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秦末淡淡说道,他身为鱼管老板,遇到这样的事情,自是不能做事。 尤其,胡三爷这老家伙等于是变相地在坑他,秦末吃过这老家伙好几次亏,心中自是有怒气。 将坑出来的极品真元石交出来,本胡大人要分一半,银城叫嚣着,一如既往的贪婪,太黑了,太黑了,本大爷望尘莫及。 高矮子也是摇头,对于胡三爷这老家伙,这挫子了解的不多,猝此的冒险中,他都在沉睡,并没有与胡三爷有太多的交集。 这一次,高矮子深深体会道,这老家伙是多么的黑,对于这样的手段很是叹服,也很忌惮。 穆小哥,妖狐阁下,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 且听小老二慢慢到来,胡三爷见左右走不脱,就坐了下来,慢条丝里的述说,为何一和镇魔神针能够买到一千万枚极品真元石? 原因有,第一,从镇天国道占天成,路途和其遥远。 事实上,能够来到战天成的强者,放眼整个大陆是很少的,但是按照路费来算,总归要百万枚极品真元石,出售一件物品,扣除差价之外,总归要赚个一倍的利润。 既是如此,亦和镇魔神针的授借,二百万枚极品真元石的价格,总归是要的。 第二,鱼管如今的名气虽然很响亮,却也局限在西域之中,还有北域一些地方。 相对于整个古幽大陆,鱼管的名声还太不响亮,无数强者都没听说过这种神针。 既是如此,这种镇魔神针就是奇货,所谓奇货可居。 既然将亦和镇魔神针带到战天成,作为一种奇货,价格再翻倍,也算不了什么。 自然,亦和镇魔神针卖到四百万枚极品真元石,也是可以接受的。 第三,以狐三爷的眼光,能够找到最合适的强者,出售相应效果的神针。 所以,在四百万枚极品真元石的基础上,价格再浮动一倍,也是合理的。 第四,亦和镇魔神针是从小老人这里卖出去的。 小老人这张金嘴,浪费了这么多口舌,这么也要一点费用。 所以,狐三爷滔滔不绝地说着,听得秦莫等头晕目眩,最后只能将这老家伙的言语打断。 秦莫等很清楚,从这老家伙嘴里说出来的东西,死的都能说成活的,再这么说下去,别说一千万枚极品真元石,就算是两千万枚极品真元石一盒镇魔神针,恐怕都是有些亏的。 不管怎么样,见者有份,我们要分一半。 秦莫静止开口,狠狠道,我现在是战营的统领级强者,青莲山的少年首领,你这老家伙不分钱,我就说你偷到我的宝物。 到时候,你别想从战天城走出去,不行,这是小老儿的血汗钱,莫小哥,你要分走一半,不如杀了我。 胡三爷昂着脑袋,一副引颈救路的模样。 这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秦莫,银城恨得牙痒痒,用鱼管的神针卖出这样可怕的价格,竟还说这是自己的血汗钱。 随即,秦莫,银城以心念传音交流,皆是达成一致,绝对不能轻易放过这老家伙。 每一次相遇,最后回来总要被这老家伙坑上一次,这一次,无论如何要将利息讨要。 莫小哥,要真原实是没有,不过,小老人却是知道你现在的难处。 我有一对策,可以让莫小哥在七日之内,闯过古琼塔的第七层。 胡三爷咧嘴一笑,他并未卸去伪装,依然是轻取中年人的模样,这笑容颇有些蜘蛛在我的高人之态。 秦莫眉头一挑,诧异地看向胡三爷,这老家伙时是心思玲珑,竟是知晓他现在遇到什么难题。 第一三零二章天阁之谋,酒楼的雅间,酒香四溢,酒桌前,胡三爷举着玉尊,向秦莫频频敬酒,一边称赞这一年多来。 秦莫的进步神速,一边述说昔日一起冒险的情分。 当然,这一桌价值不菲的酒席,是由胡三爷掏腰包,按照这老头的话来说,这是刚才一笔买卖的庆贺。 喂,李这老头,别以为一桌酒席就把本胡大人打发了。 李这老家伙有什么办法,能够在七天之内,让这小子闯过古琼塔第七层。 银城这般开口,这狐狸没有追要分钱,他是很好奇,到底胡三爷有什么方法,能让秦莫在七天之内,闯过古琼塔第七层。 酒桌前,胡三爷摸了摸胡子,兴取的面容很镇定,一派是外高人的模样。 穆小哥,你先别急,据小老人所知,安家为了阻你以少年首领的身份,进入战天城内城,一定会在古琼塔闯关上做手脚,应该会开启极之难度,可对。 胡三爷眯着眼睛,胸有成竹地反问,秦莫点了点头,不得不承认,这老头固然一毛不拔,连孩童的东西都骗,但是,确实心有蹊跷,能够凭借外界的传言,就推断出真正的情况。 七天内闯过古琼塔,其实很简单,只要莫小哥在三天内,突破至五胜境界,再用四天的时间去闯关,就没有问题了。 胡三爷喝了一杯酒,理所应当地说道,顿时,秦莫迎成高矮子齐齐翻白眼,本以为这老头有什么好主意,原来是这样的方法。 以秦莫现在的修为,想要突破到胜者境界,自是有极大的把握。 但是,一方面是根基未锤炼到极致,另一方面,就算现在突破,单是巩固刚突破的修为,也不是三两天的事情,至少也要十天半月。 理这老家伙,就没出过好主意,亏本胡大人还想听听有什么高见? 我呸,爱神真的真元石,拿一半来,迎成以示冲过来,要抢抢胡三爷身上的真元石。 你们别急,先听小老人说完,胡三爷狂呼,捂着身上鼓鼓的口袋,不让这狐狸得场。 天阁,胡三爷说出这个名字时,秦莫等都有些发浪,旋即翻了翻白眼。 对于天阁的名字,秦莫丝毫不陌生,青莲山碑林,占天成天阁,绝都城百战域,正是三大天宗最重要的宝帝。 青莲山碑林,天重于武者的顿悟,三悟,碑林之行能够三悟到绝世武学。 绝都城百战域,乃是以战斗来修炼的所在,武者在其中通过战斗来提升,比之外界战斗的效果提升促十倍不止。 至于战天成天阁,则是偏重于修炼的宝帝,传闻在其中修炼,一天的时间可抵外界百日之功。 对于战天成来说,天阁的地位与青莲山碑林一样,除非是天资绝燕之辈,否则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其中。 无者美国一假死,就可以在天阁中修炼三日,莫小哥,你若是在天阁修炼三日,还怕无法跻身武圣境界,并完全巩固突破后的力量吗? 胡三眼眯眯眼睛,笑呵呵道,你觉得,战天成会为我开放天阁吗? 秦莫撇嘴,看着胡三爷说道,三大天宗的这三处宝帝,是从未对外人开放过的,尤其是其他天宗的弟子,根本无法进入其中,这是每一个天宗的禁忌。 林成则是瞪着胡三爷,这老家伙既然会提出来,想必是有什么计划? 牧小哥,其实你说错了,不是战天成为你开放天阁,而是战天成为我们开放天阁,至于计划麻,要从一大师与安家的恩怨书喜。 胡三爷话风一转,竟是书喜昔日,一鸣风与战天成,乃至安家的种种恩怨。 昔日,一鸣风在镇道上的绝艳天资,在战天成中更是极有威望,为何会突然遭到安家的算计,最终愤而离开战天成,这其中的详情,秦莫也曾询问过一鸣风,后者却是没有细说。 因为战天成的内成基石,这是承载整个战天成的核心所在,胡三爷压低声音,说出这一桩绝密之事。 正如青莲山的根基,乃是青莲之根,构筑占天成的核心,乃是一块古老的基石。 这块基石,其上密布着古老的镇纹,连通天官、天阁,以及古琼塔等种地,是整个占天成的根基。 天宗之所以被称之为天宗,并不仅是深不可测的底蕴,也不是有无双强者坐镇,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一宗门的立宗之机,乃是圣洁之上的无上神物。 占天成的这块基石,就是这样的神物。 秦末、银成、高矮子屏住呼吸,他们固然见闻广博,但是,关乎到天宗的立宗之本,还是第一次听说。 圣洁之上的神物,传闻,在十促个纪元之前,圣洁之上的神物已是不存于是,若是想要寻找,或许大陆绝育中还能找到踪迹。 不过,占天成的这块基石太古老了,传闻比知青莲山、绝都城的立宗神物还要古老。 越是古老的东西,自是越容易损坏。 在促个纪元前,基石上的正文就开始出现泯灭的迹象,虽然泯灭的速度非常缓慢,但是,长此以往,必定会动摇整个占天成的根基。 可以想见,若是谁能修复这块基石上的正文,在占天成中会享有怎样的地位。 在上一纪元的末期,义大师就横空出世,被认为是修复基石正文的不二人选,胡三爷笑了笑,没有继续说下去。 秦末确实恍然,昔日义师在占天成何等经验,可谓是风头一时无两,比知他如今在青莲山恐怕也相差不了多少。 这样一位爵士镇到其才出世,并被认定,是能够修复占天成基石正文的不二人选,又与安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自是会遭到安家不计后果的算计。 看来对于修复基石正文,亦是从未放弃过,难怪在创造的正计中,迎成难难自语,他可谓是得到一鸣风的正道真传,修炼的种种正计,是针对于修复极为古老的大正。 现在才明白,原来这些修复类正计,都是一鸣风创造出来,为了修复占天成的基石正文的。 说到此处,秦莫迎成齐齐瞪着胡三爷,他们如何不明白这老家伙的意思,由他们来修复基石正文,不过,毫无疑问,这招摇撞片的把戏,肯定是由这老家伙出面。 修复基石正文,已经成为占天成的首要大事,小老人还听说,占天成高层已经有决定,若是百年之内,还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就要前往西城,请求一大师出手了,胡三爷咧嘴一笑,秦莫迎成皆是冷笑,旋即同意胡三爷的计划,不过,确实有一个麻烦事,究竟未装成哪一位正道大师,才能让占天成确信,能够修复基石正文呢? 放心,小老人早在很久之前,就准备好了,胡三爷手一翻,掌中多了一块牌子,上面有三个古老的文字,古镇坛。 这,你这老家伙好有胆色,秦莫迎成的眼睛奇奇正大,换成其他舞者或许不知道这块牌子的来历,但是,身为一名风的弟子,他们自是很清楚,这块牌子曾经是属于谁的。 三个纪元前,曾经震动整个古幽大陆的震道盖世强者,古镇坛主。 第一303章古镇坛令,如果说以一名风的震道造诣,生平最佩服哪一位震道强者,则是只有古镇坛主一位。 三个纪元之前,古镇坛主横空出世,在古幽大陆纵横数百年,有着无数震动大陆的传奇事迹。 其中一桩传奇事迹,就是古镇坛主与英轨绝狱一位古老存在交捂,彼此争斗促十年,终是彻底激怒古镇坛主,孤身进入英轨绝狱,在这片禁区外围,布置了99座上古大阵,让那片区域彻底成为死狱。 那一片区域,不仅大陆强者无法进入,英轨绝狱的可怕存在进入其中,也是一一身隐。 这99座上古大阵,封锁了英轨绝狱外围百年,终是将那的古老存在击杀。 这一战机,当时震动了整个古幽大陆,成为镇道界的无双传奇。 从古至今,能以一人之力,挑战一方绝狱百年,最后还全身而退的强者,时是屈指可数。 千年之前,一名封镇道大成,也曾深入英轨绝狱,寻找昔日99座古镇的遗址,却是赞叹不已,自认有所不如。 一名封层推测,古镇坛主应该与其一样,也是修炼了祖镇之计,并且不止一种,在不至99座上古大阵的威力,能够发挥出超越无主的恐怖实力。 这块牌子怎么来的,不会是你偷的吧? 秦末脸色奏变,银城的脸色也是变了,古镇坛主若有传人,必定是极为可怕的镇道大师,胡三爷偷了其信物,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秦末,银城固然从不怕事,但是,平白无故树立这样一个强敌,则是没必要的。 什么偷的,小老人是这样的人吗? 胡三爷一瞪眼,脸部红星不跳地说道, 这块古镇坛牌子,乃是一年多前,胡三爷再次进入北韩盛城的万年古墓,在那里发掘到的。 放心,古镇坛主已经逝去了,大概有两个半纪元了,尸骨葬在古墓深处,并留字,生平没有传人。 若想三物生平的镇道之学,可前往英鬼绝育的九十九座古镇遗址,胡三爷攥着这块牌子,眉飞色舞地说道, 在万年古墓深处,发现古镇坛主的遗物,对于胡三爷来说是一个大收获。 赤去了麻,好可惜,一失知晓,一定会感到万习的。 秦末,迎承接式探习,古镇坛主习日的经验程度,比之一鸣风有过之而无不及。 并且,古镇坛主一生钻研的镇法,以上古大镇为主,若是有一些镇道典籍传下,都是镇道不可多得的瑰宝。 别感慨这些,妖狐阁下若是有益,将来到英鬼绝育一行,小老人可以租借给你这块信物。 胡三爷咧嘴笑道,租借,银城咧嘴,斜眼看着这老家伙,这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还想要租借费。 随即,秦末等聚在一起,密意良久,皆是带着笑容离去。 正五,战天城外城人潮汹涌,距离三宗大会的开启,只有短短促天时间,越来越多的强者来到这里。 平时,就算是战天城的外城,外来人想要进去,也需要经过层层盘查。 可是现在不同,随着三宗大会的临近,外城的盘查随之放开,能够与战天城中人扯上一点关系的舞者,都是削尖脑袋挤进来。 毕竟,若是黑焰之灾真的无法遏制,自是要整个大陆的势力联合起来,消灭这种黑焰。 因此,三大天宗也默许,大陆各大势力,以及众多强者进入外城。 人群中,秦莫跟随在胡三爷身后,朝着外城一处交易会场走去。 此时的胡三爷,依然是之前中年人的卫装,但是,身上的衣袍却是换了,披着一件老旧的镇袍。 若是仔细观察镇袍,则会发掘镇袍的边角,有着淡金色的镇纹,非常古老,寻常镇道师根本无从辨认来历。 这件镇袍,正是古镇谈主生前所穿,胡三爷直接拿来套上。 至于秦莫的样貌则是彻底变了,卫装成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同样穿着老旧的镇袍,跟随在胡三爷身后,看起来像是其弟子。 胡三爷,你的计划真的可行吗? 你这样的卫装,会不会被人一眼试破? 秦莫传音问道,很不放心,小老儿的幻术独不古今,若不是莫小哥你修炼变魂术,就算是无主当面,都看不出一丝端倪。 胡三爷这般回应,对于被秦莫试破真面目,依然有些耿耿于怀。 胡三爷的幻术造诣之高,确实是当是无双,就算是赢成的妖火退胜,升出第八条尾巴后,他对于和胡三爷比拼幻术,依然没有一点胜算。 可是,修炼变魂术之后,情况就完全转变了,这种奇术直破虚妄,无论胡三爷如何变幻,也是会被一眼试破。 这种事情,让胡三爷很是憋屈,却又无可奈何。 占天成底蕴无比深厚,没有一门绝学能够媲美变魂术麻。 秦莫皱眉,继续探寻,他发觉胡三爷对于变魂术有着极深的了解。 绝不会有,别说是占天成,其他两大天宗也不会有,即使古时的绝代皇朝,也不会有这样的奇术。 这是人族的镇族绝学之一,莫小哥的运气,实在太好了。 胡三爷唏嘘不已,两人边走边谈,进入外城的一处交易会场,胡三爷四处购买材料,见到需要的镇道材料,根本不还价,直接就买了下来。 很快,交易会场的许多摊主就知晓,这里来了一个大金主,看重的材料绝对不还价,就算是价值百万枚极品真元石的重宝材料,也是眼睛都不眨地买了下来。 这样的财大气粗,历史引起会场许多人的注意,莫小哥,你放心,砸上一亿枚极品真元石,占天成的高层就会注意到咱们了,到时稍微一探寻,就知道小老人与古镇谈主有关。 计划就可以实施了,胡三爷一边挥霍着大把的财物,一边与秦莫眉飞色舞地说着,这个老家伙,花费的极品真元石都是卖神针,赚到手的吧。 秦莫面无表情,嘴角微微抽搐,以这老家伙一毛不拔的性子,能够如此挥霍一亿枚极品真元石,真不知之前靠神针,骗了多少的财物。 这老东西至少招摇撞骗了十亿极品真元石,甚至更多,银成在灯座空间里咬牙切齿,他很后悔,刚才应该抢抢这老家伙的腰包的。 秦莫则是很快平静下来,整理购买到的材料,这些是修复上古镇法的必需品,每一件的品质都很重要,否则,很可能造成修复上古镇法时的失败。 事实上,修复这种无上基石的振文,其成功率本来就很小,只能从各个方面提高,来增加最后的成功率。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胡三爷现在卫装的身份,乃是古镇坛主的传人,若是买到了假货,被人拆穿,那就很麻烦了。 正在这时,一道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好呀,你不再努力修炼,准备闯关,却在这里干什么? 这声音有些熟悉,秦莫先是一愣,旋即震惊转身,则是看到一名文士打扮的青年。 白色文士袍,手持折扇,唇红屎白,身形齐长,看起来很俊逸的青年,却是有种难以言喻的气质。 第一,秦莫目光一鸣,变魂术运起,顿时这青年的容貌模糊变换,一张清诚如秋水的笑颜浮现,赫然是一年未见的萧雪辰。 第一反应,则是糟糕,他是如何试破他的伪装的,随即,萧雪辰眸光一转,看向一旁的胡三爷,唯唯一愣,眸中盈盈有见光流转,显示也试破了这老头的伪装。 第一三零四章里应外合,里,胡三爷也是脸色变幻,他何等机敏,自是明白,突然出现的这个青年文士看破了他的伪装。 并且,再仔细一瞧,胡三爷叫苦不已,这不是占天成如今最惊艳的爵士天才,刚获得占天成首领地位的萧雪辰麻。 被萧雪辰试破了伪装,岂不是原先的计划前功尽弃? 你怎么在这里,秦莫既有重逢的喜悦,也是很苦恼,这样的伪装被萧雪辰在大庭广众之下叫破,之前制定的计划很可能就会被试破了。 同时,秦莫暗骂不已,亏胡三爷迎成那么自信,自认为卫装举世无双,这一天下来,都被试破两次了。 这时,萧雪辰错愕之色恋去,露出久别重逢的笑容,道,许久未见,这位是你师父吗? 一边说着,萧雪辰一边传音,询问秦莫怎么会在这里,还这服卫装? 秦莫一愣,旋即会议点头,这位是我师父罗坦。 一边互相寒暄,一边与萧雪辰传音,飞快交谈,将制定的计划合盘拖出。 对于萧庄的过往,秦莫是相当清楚的,能够狠狠针对安家的计划,他相信这人儿不会拒绝。 哦,这样啊,能狠狠载一次安家,很不错的计划啊。 萧雪辰听完,美眸闪动,欣然表示要加入。 原来萧小姐和墨小哥这么熟悉,那就好办了。 胡三爷大喜,顿时,秦莫对这老家伙比试不已,还吹嘘自身的卫装术独步大路,也太不靠谱了点。 胡三爷很委屈,他的幻术确实是举世无双,但是,遇到能洞悉灵魂本质的力量,也是无可奈何。 事实上,洞悉灵魂本质的力量,是一切虚妄,幻术的可心。 秦莫是因为修炼变魂术,而萧雪辰则是因为其建魂之力。 外城我很熟悉,需要购买什么材料,我来带你们去。 萧雪辰摇着折扇,即使进行了卫装,身上散发淡淡而明艳的光彩,也是让人难以移开目光。 你平时不会经常溜出来,到外城闲逛吧。 与萧雪辰并肩而行,秦莫这般低语,在镇天国黄都时,两人的慧念就是这人儿一装出行。 轻叹一声,萧雪辰无奈道,内城的修炼太无趣了,本来应该是城主来指点我, 但是,他修炼得又非剑道。 其他长老,护法对于剑道的领悟,与我又有偏差,我只能翻阅剑道前辈遗留的剑属心得。 偶尔觉得闷了,就到外城来逛一逛,至少比内城要热闹得多。 文言,秦莫赞同点头,萧雪辰进入战天城时,修为境界本就在他之上, 能够指点他剑道的强者恐怕是屈指可数。 就如同现在的秦莫,修成宁虚顺欲杀之后,战营中就算是老统领也难以指点多少, 只能靠其自悟。 是啊,只能自悟,不过,我倒是还好,有先被意志给予指点。 秦莫也是一声轻叹,听着这对年轻男女的交谈, 胡三爷,还有登座空间中的营城,高矮子皆是咧嘴,这样的对话要是传扬出去, 不知有多少天才舞者要羞愧致死。 这对年轻男女加入天宗,前后才一年多的时间, 就已经让天宗的师长叫无可叫, 也难怪能在这样的年龄,就获得天宗首领的地位。 与此同时,外城的一条街道上, 一名白发白须老者带着几个弟子, 混杂在热闹的人潮中。 唉,没有未除,外患已至, 白发老者转头四顾, 看着外城的热闹景象, 却是没有多少喜色, 眼中反而有着浓浓的忧虑。 若是秦莫在此, 则是能认出来, 这老者是占天成的彭愿手, 在萧庄内有过交集。 身后, 一名长袍中年人唯唯公身, 巧声道, 师祖无需忧虑, 待到此次三宗大会结束, 三大天宗联手消弥外患。 我们在着手, 修补基石正文不迟, 相信亦大师念及往日的情谊, 必定会出手相助的。 其余几个弟子也是点头, 他们是彭愿手的徒子徒孙, 在占天成的身份相当尊贵, 皆是内城弟子的佼佼者。 对于占天成的内患, 他们都是知情, 却是没有那么悲观。 毕竟, 占天成基石正文的消弥,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已是持续了促个纪元。 按照推算, 基石正文的消弥程度, 会影响占天成的根基石, 至少也是这一纪元末的事情。 你们这群目光短浅的小子, 彭愿手摇头, 眉头皱起。 他带着徒子徒孙到外城, 一是看看外城的热闹景象, 二是想找青莲山的秦末见上一面。 这一次三宗大会, 让占天成震惊的, 正是青莲山这个少年的崛起。 短短一年, 加入青莲山战营, 便由战营的一个候补成员, 亦非冲天, 领悟战主沙法, 在南域立下大功, 被青莲山高层破格升任为少年首领。 这个消息传来, 彭愿手足足愣了许久, 都未曾回过神来。 当初在萧庄, 他与这少年是盘踞过数日的, 对秦末各方面的资质都非常欣赏。 后来, 秦末没有任何质疑地, 拒绝了彭愿手的邀请, 让后者遗憾了许久。 不过, 当时彭愿手的想法, 与战天成许多强者的想法一样, 有萧雪城这样的精士奇才回归战天成, 那个少年的损失并不算什么。 现在的情形, 彭愿手实施后悔不已, 这样的损失让他很心痛。 却是木已成舟, 徒乎奈何, 秦末这小子已经同意, 要闯谷穷塔第七层, 来确立青莲山少年首领的地位。 这倒没什么, 但若是安家从中作梗, 这小子与我战天成的恩怨结下, 以老义护短的性子, 修复基石正文的事情就悬了。 彭愿手这般私存, 他此来的目的, 就是与秦末协商, 如何相助这少年获得三宗大会上少年首领的资格。 昔日, 一名风雨战天成安家的恩怨, 已是让整个天宗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若是其弟子在宇战天成交捂, 这等于是又多了一位未来无主级的恐怖敌人。 正私存时, 斗地, 一道清脆而有些熟悉的声音传来, 彭愿手不禁一睁, 旋即醒悟过来, 必定是萧雪晨又一装到外城来闲逛。 这事情, 时有发生, 彭愿手已是习以为常了。 这个丫头又溜出来了, 算了, 这丫头修为已成, 就算是面对武尊强者, 也能从容退走。 不管了, 彭愿手暗中摇头, 他之前将萧雪晨抓回内城几次, 后来也不想管了。 毕竟, 如此精彩绝艳的剑道奇才, 如今更是占天成最年轻的首领, 除去偶尔溜出来闲逛, 根本无可挑剔, 彭愿手也不想管教。 正准备离开, 就听到远处的街尾, 萧雪晨轻声道, 罗前辈, 邻兄弟来到战天成, 何不到内城一叙? 有罗前辈这样的奇人光临, 相信城主会非常高兴, 设下盛宴款待的。 呵呵, 你这丫头真会说话, 本座若是进入战天成内城, 岂不是公然与明峰兄过不去? 这种里外不是人的事情, 休要提及。 一个苍老而低沉的声音响起, 雪晨, 我与师尊会来战天成, 也是来购买一些材料。 顺便看望一下墨小弟, 听说这一年来, 他在青莲山很是出色。 可惜, 他武道, 镇道难以兼顾, 白白浪费了地脉镇道师的绝艳天赋啊。 一个清朗的声音响起, 若是莫小弟专注于镇道, 我们两个地脉镇道师联手, 深入因鬼绝域, 必定能将祖师遗留的九十九座上古大镇之密境解。 可惜, 地脉镇道师, 因鬼绝域, 九十九座上古大镇, 彭愿手身躯狂颤, 他生平所学何等渊博, 且为了修复基石镇文, 更是查阅过古往今来的镇道大师。 难道是萧氏两个多纪元的古镇坛主的传人? 彭愿手连忙转头, 看向萧雪辰三人的方向。 第一三零五章站天外乘风云, 街道的另一端, 汹涌的人潮众, 三个身影在一个摊位前购买材料。 彭愿手一眼认出来萧雪辰, 一身纹饰长袍, 带着一把折扇, 这是萧雪辰经常出行的衣装。 在他身边, 是两个穿着老旧镇袍的身影, 一老一少, 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 彭愿手一眼就看出来, 那老旧镇袍绝非凡物, 密密麻麻的镇纹覆盖在镇袍上, 仿佛与整个衣袍融为一体。 若非他修炼特殊的魔术, 根本无法发现这种衣袍的不凡之处, 在老旧镇袍的边角, 还有淡淡金色的镇纹, 如同是某种标记, 这是一种极为古老的镇纹。 在占天成的镇道密典中, 彭愿手曾经翻阅道过, 却是不解其意。 这一老一少身上, 亦是环绕着无数细碎的镇纹, 如同是两团迷雾, 笼罩在他们深周, 即使以彭愿手的眼力, 也有种物理看花的模糊。 正话万千, 彭愿手一惊, 他知晓这种镇道境界, 昔日一鸣风离开占天成时, 就达到了这种境界。 自那以后, 占天成固然震道天才迭出, 却是无人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 更让彭愿手震惊的是, 那个年轻的震道师 也达到了震化万千的境界, 岂非是比一鸣风还要出色? 难道真是传闻中, 肖是已久的古镇坛主的传人。 可是, 藏书阁中的典籍曾提及, 这位传奇的绝代震道宗师 从未有过传人才对。 彭愿手惊疑不定, 吃尊, 怎么了? 一个弟子察觉到彭愿手的异样, 恭声询问。 彭愿手摇了摇头, 意识有些犹豫, 若真是古镇坛主的传人, 喜非是战天城最迫切 想醒到的震道高人。 正在这时, 人群分开, 一名老者匆匆走来, 快步走到那个摊位前。 他穿着一袭蓝色震袍, 乃是战天城震道师特质的衣袍, 其胸口位置有着金色白云, 标志着震天城震殿长老的身份。 唐长老, 他怎么来了? 彭愿手, 以及他的徒子徒孙们有些意外? 唐长老是震殿排名前20的震道大人, 并且, 年龄还不过一甲子, 可谓是前途无量。 以唐长老的身份, 是很少会出现在外城, 尤其不会自己来到外城, 购买震道材料, 这些事情都有占天城专门的弟子来负责。 随即, 彭愿手等人则是看到, 唐长老与那一老一少争执起来, 要抢买他们刚才购到的一份材料。 我出十倍的价钱, 唐长老的声音响起, 四周, 人群一阵惊呼, 刚才那份震道材料似乎是一万枚上品真元石, 十倍的价钱岂不是赚翻了? 那摊主脸色也是发黑, 他很清楚自己走眼了, 这一老一少震道师转得手, 就能净赚九万上品真元石了。 然而, 让所有人意外的是, 这一老一少震道师根本不予理会, 丝毫没有转手卖掉的意思。 这份材料我们也很急需, 不卖, 年轻震道师淡淡回应, 语气不容置疑, 你们也急需, 有本长老急需吗? 这份材料在你们手里, 只能是抱舔天物。 唐长老脸色一朗, 历生喝道, 一老一少震道师不予理会, 整理好购买的材料, 转身准备离去。 给本长老站住, 哪里也别想走, 被如此忽视, 唐长老顿时暴怒, 双手震觉一影, 四周地气立时沸腾, 化为一道道粗大震文盘旋, 朝着是一老一少震道师袭去。 天极大震, 震道大宗师, 人群皆是亥然, 纷纷后退, 许多人已试认出唐长老的身份, 乃是占天成震电有数的震道强者, 看来这一老一少震道师要倒霉了。 即便有人不知唐长老的身份, 也是知道厉害, 举手投足之间, 就不成一座天极大震, 这样的震道强者太可怕了。 嗯, 年轻震道师转头, 目光一鸣, 眼眸中有奇异的光纹流转, 化为一道道古老震文积设而出。 一瞬间, 半空中的震文竟是停滞, 而后倒卷而回, 笼罩着唐长老, 将之困在其中。 扑, 唐长老当即被反噬吐血, 神情终尽是亥然, 一个年轻震道师竟能如此轻易, 就逆转其布置的大震, 这真是见鬼了。 博生震文, 这大震中还嵌入了上古震文, 唐长老脸色苍白, 他本想当即破阵而出, 否则就太丢脸了。 然而, 一经探查之下, 确实发觉这座大震中有着上古震文, 与之前的大震看似相似, 实则大相径庭, 想要破解也是一时难以做到。 罗前辈, 林兄弟, 萧雪辰此刻才开口, 似是想要求情。 年轻震道师摇了摇头, 离孤道, 占天城镇殿的震道师。 水准都是如此麻, 也难怪, 自己踢走了一位震道传奇, 衰落也是正常的, 走。 年长的震道师说了一个字, 已是离去, 自始至终, 似是都没正眼看过唐长老一眼。 此时, 数位震天的震道大师闻讯赶来, 见到唐长老被困, 皆是大惊失色, 纷纷出手解救。 可是, 任凭这些震道大师如何破解, 也是一时难以解除这做震法, 甚至有一人被其中的上古震文反噬, 受了不清的伤。 远处, 彭院守等人都是沉默, 唐长老的震道造意如何, 他们是很清楚的, 就算是战天城主都曾称赞过, 被认为是震天未来的核心高层之一。 现在, 这样一位震道大宗师, 却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震道师所困, 这传出去震天会颜面尽失。 师祖, 这两个震道师来历可疑, 咱们要不要采取对策, 将之情下。 一个年轻的徒孙上前, 巧声道, 话未说完, 就被彭院守奖励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后者白发飞舞, 一丝恐怖的气息溢出, 显示动了真怒。 情下, 答什么情, 一点眼力都没有, 亏本座指点你那么久, 彭院守怒恨一声, 转身离去, 却是没有返回内城, 而是循着萧雪辰三人的方向而去。 外城, 战营所在的一处窄院, 萧雪辰三人来到门前, 叩门拜访, 蜥蜴等八大英灵相继出现, 与萧雪辰见礼, 不敢有丝毫怠慢。 在镇天国黄兜, 渔馆分馆被围的那段时日, 萧雪辰可是暗中相住了许久, 蜥蜴等八大英灵对于这位少女一直很尊重。 随即, 秦牧也是出现, 见到萧雪辰三人时, 少年很是高兴, 连忙将三人迎进屋子。 两个时辰后, 萧雪辰三人才是离开, 前去外城的另一处交易会场, 街角的一栋酒楼上, 彭院守默默注视着, 从萧雪辰三人进屋, 到三人离开, 他一直都在关注。 这两个时辰里, 唐长老终于是脱困, 却并不是破解大阵而出, 而是阵文自动消除。 这期间, 镇店派出了促批阵道宗师, 皆是无功而返, 无人能够破解那座大阵中的几道上古阵文。 这个消息, 很快传遍了整个外城, 无数人都是知晓, 来了一位神秘莫测的镇道大宗师。 错了, 是来了两位神秘莫测的镇道大宗师, 还是一对师徒。 但是徒弟出手, 就瞬间困住了占天城镇店的唐长老, 在这期间两个时辰, 任凭镇店的镇道强者进出, 也是无法破解大阵。 这一次, 镇店的脸面可是丢尽了, 并且还未必能找回来。 要知道, 但是年轻的徒弟出手, 就已是这样可怕, 那位寡言的年老镇道师, 谁又知道镇道造意达到什么层次呢? 师尊, 他们出来了, 要跟上去再探查一下麻, 长袍中年弟子公生问道, 彭院手一愣, 回过神来, 微微点头, 便是出了酒楼, 依然循着萧雪辰三人的方向而去。 第一三零六章弹指附阵, 这计划缜密是一回事, 有时候还是需要运气, 才能天衣无缝啊。 是啊, 想不到镇店的那长老自己送上门来, 彭院手又恰好出现, 让小老儿的计划彻底完美了。 外城的一处交易会场, 秦莫胡三爷以传音交谈, 两人都在感叹有时候运气来了, 就算是漏洞百出的计划, 都很可能完美无瑕。 至于胡三爷制定的这个计划, 本来就极为缜密, 几乎没有漏洞, 现在经过唐长老这么一闹疼, 就更加天衣无缝了。 原本, 胡三爷制定的计划, 在经由萧雪辰加入后, 有了一些变动, 就是由萧雪辰引荐, 让他们获得占天成高层的认可。 然而, 在外城街道上瞅见彭院首一行, 令得秦莫三人立刻协商, 又将计划改变了一下。 若能引起彭院首的注意, 无疑要比萧雪辰的引荐, 要有说服力的多。 而之后, 在购买震道材料时, 秦莫发现了一件震道其珍籍的材料, 且被摊主当成寻常的保料卖出。 这样简陋的好机会, 秦莫自是不会放过, 当即就买了下来。 随后, 竟是引来了镇殿堂长老的纠缠, 这样的变故, 历时让秦莫大喜。 本来还在考虑, 如何引起彭院首的注意, 竟然有人自动送上门, 那就再好不过了。 于是, 在唐长老发难之际, 秦莫顺势反击, 听他与营城合力凝成的证文, 又启示唐长老能够比拟的, 当场就困住了镇殿这明前途无量的镇道天才。 这样的风波一起, 秦莫胡三爷假扮的古镇坛主传人师徒, 自是会引起无数人的注意。 但是, 单单是这样还不够的, 秦莫的时间没那么多, 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进入天阁修炼。 于是, 秦莫三人商议, 决定再加上一把火, 就是三人一起, 去拜访正在占营驻地修炼的自己。 出来迎接三人的秦莫, 其实是虚身, 在修炼古兽宁煞术变魂术后, 虚身在非战斗的情况下, 与本体根本没有区别。 就算是无主级强者, 也需要距离很近, 才会发现其中的不对劲。 这样的举动, 必定会让人猜想到, 古镇坛主的传人与一鸣峰之间的交情, 乃是相当不错。 这样一来, 相信彭愿手必定会坐不住了, 肯定等不了多久, 就会有所行动。 彭愿手若是知晓, 是我们联手算计他, 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萧雪辰浅笑, 这般传音, 怕什么, 雪辰你已是占天成的年轻首领, 我这个身份, 以后也不会再用。 那老头就算找人算账, 也找不到地方, 秦末不以为异地笑道, 李娜虚身, 就是占主杀法第三境的最终变化麻。 真是了不得, 若是能够完善, 真的非常强大。 之前见到秦末的虚身, 萧雪辰也是震惊了一下, 了解到是宁顺遇杀第三境的最终之变, 他不禁惊叹占主杀法的玄奥。 完善还早, 希望这一次进入天阁, 能够初步完善, 秦末摇了摇头, 这样的绝学想要彻底完善, 在王者境是难以做到的。 正在传音交谈时, 一名贪主窜了过来, 对胡三爷、秦末及时尊敬, 邀请他们到市摊位上看货物。 这贪主表示, 无论看中什么震道材料, 皆是双手奉上, 只求能够补全他护身皮甲中的残缺阵法。 又来一个, 这计划看来想不完美, 都很困难啊。 秦末三人爱喜, 也不推迟, 静止来到那个摊位前, 看看有那些上好的震道材料。 片刻, 翻出促奋天极的震道材料, 其价值已是超过300万枚上品真元石。 倒是很有诚意啊, 秦末小声嘀咕, 促奋天极材料中, 有两种是很罕见的, 是之前银城指名要购买到, 却一直没有着落。 此时, 胡三爷也是点头, 屈指一谈, 一道奇异的华彩机舍而出, 在半空中不断变幻, 竟是化为一道无比奇傲的震文, 没入那件护身皮甲之中。 哼, 当即, 那件护身甲光芒大放, 表面无数震文蔓延, 犹如焕发了新生一样。 护身皮甲的残缺震法补权了, 不, 不对, 这防御震法是全新的, 好像是一种古老的震法。 那摊主脸色瞬息万变, 身躯激动的狂颤, 能在占天城外城摆摊的, 哪里会有眼力差的人。 稍一探查皮甲内部, 他就明白, 护身皮甲中的震法完全变了, 是一种古老的震法, 激活之后, 其防御力能够提升足足三倍。 这件护身皮甲原本是天际顶阶的护身神器, 其中的防御震法被破坏后, 品阶跌落至天际初阶。 在这摊主想来, 若能修复护身甲中的防御震法, 重新提升到天际顶阶的品质, 别说是数百万枚上品真元石的震道材料, 就是耗费千万也是值得的。 现在, 这位年老的震道师仅是屈指一谈, 这件护身甲的防御震法不仅修复, 防御力还提升了三倍。 这样的品质提升, 已是接近准胜器的范畴了。 这位大师, 抱着全身的护身皮甲, 这摊主抬头想要道谢, 却发觉胡三爷三人已是离开了, 到别的摊位上继续购买材料。 一瞬间, 这摊主已被围得水泄不通, 无数人当即出价, 要购买这件护身神甲, 开出的最低价格都高达五千万枚极品真元石。 最低五千万枚极品真元石, 亏了啊。 胡三爷一听, 顿时暗中传音叫嚷, 出手修复阵法的又不是你, 亏什么亏。 秦末暗中翻着白眼, 这老家伙当真是见前眼开的主, 一毛不拔的性子是改不掉的。 与此同时, 人潮汹涌的交易会场中, 三名老者在人群中穿梭, 一直关注着秦末三人的举动。 咦, 那是彭院守, 其中一个轻袍老者看到彭院守, 嗯, 放电主, 彭院守看到那轻袍老者, 也是点头回应, 这轻袍老者, 正是站天城镇殿的殿主, 方殿主。 好家伙, 镇殿前五的镇道宗师来了三位, 彭院守的徒子徒孙们很吃惊, 平素想要见到这三位, 可是要提前通报十天半月的。 居中的轻袍老者, 是镇殿方殿主, 另外两位, 左边身形修长的老者是镇殿的首席护法华护法。 第三位, 一席躁色长袍的老者, 则是镇殿的大长老继长老。 彭院守, 你看这对师徒, 适何来历? 方殿主走近, 压低声音问道, 本座对于镇道, 仅是一知半解, 如何能与方殿主相比? 方殿主觉得, 刚才那位老先生施展的修复镇迹, 适何来历? 彭院守这般反问道, 文言, 包括方殿主在内, 三个镇道大宗师皆是尴尬之色, 都是被问住了。 若说镇道上的见闻广播, 方殿主三人与彭院守不相伯仲, 加之看到彭院守先行在这里, 方殿主才有此疑问。 现在, 被彭院守反问一句, 又是在其徒子徒孙面前, 顿时气氛就尴尬起来。 这个老彭, 有必要这么直接麻, 让我们在小杯面前丢脸, 方殿主暗中恼怒不已, 见状, 彭院守冷恒一声, 相当不满。 他与方殿主三人也是交情不错, 但是, 关乎到基石正文修复上, 彭院守却是眼中揉不尽一点沙子。 在这一点上, 他是从未看镇店顺眼过, 尤其, 是在一鸣风脱离战天城之后, 你们三位不是自诩正道造义, 在当时能列入前时麻, 不会随便冒出来一个正道师, 其施展的政绩都认不出来历吧。 彭院守皱眉, 淡淡道, 第一三零七章圣证时, 老彭, 你, 方殿主豁然色变, 彭院守这样的语气, 实则已是在质问了。 随即, 方殿主深吸口气, 将胸口的怒意压下, 他很清楚彭院守有资格这样质问, 也清楚为何这般质问。 身为战天城内城的怨守, 皇怨守的地位仅次于战天城主, 与战天城几大家族的族长并驾齐驱。 其身份之尊崇, 自是在镇殿的殿主之上。 漫长时间以来, 战天城的高层都很清楚, 天城基石正文的修复, 乃是重中之重, 但是, 镇殿这方面始终未有任何进展。 唯一以此希望, 则是上一纪元末席, 一鸣峰横空出世, 让战天城众多高层看到了曙光。 然而, 之后一鸣峰的怒而出走, 虽说安家要负主要责任, 镇殿方面也有推卸不了的责任。 彭院守, 这位老先生施展的镇迹, 极为古老。 警示惊鸿一帖, 实在难以判断, 只能推测是一种上古镇迹。 方殿主这般说道, 那困住唐长老的正法, 推测不出一点端倪来麻。 彭院守又追问道, 方殿主三人顿时语色, 暗中苦笑不已, 困住唐长老的正法, 警示持续两个时辰, 待到他们知晓时, 唐长老已是脱困了。 据前去破阵的正道师提及, 那正法实则是唐长老布置的, 警示迁入了几道古老的正文, 就彻底变化, 威力大增, 即使阵道大宗师也是无法破解。 正是听到这个消息, 方殿主三人才匆匆赶来, 恰好看到胡三爷施展阵迹, 修复护甲中防御阵法的情景。 本来方殿主三人赶来, 还存着找回厂子, 挽回阵殿的颜面, 看到胡三爷这一手, 历时汗流夹背, 知晓自身的阵道造一语这位神秘老者相差甚远。 那就跟着再看看吧, 彭院守率先走在前面, 携徒子徒孙皆是跟上, 方殿主三人交换眼神, 也只能暗叹着跟了过去。 这个时候, 秦末三人已是成为全场的焦点, 无数双目光跟随着三人的移动而移动, 却是没有多少人敢上前套近乎。 毕竟, 胡三爷刚才的一手, 已是彰显出高深莫测的阵道造诣, 这样的阵道强者若是贸然接触, 很可能惹来对方的反感。 至于秦末三人, 在经过刚才的修复保甲后, 也不愿意那种方式来换取阵道材料。 主要是胡三爷觉得亏大了, 宁愿用真原石来购买, 反正他身上的真原石太多了, 随手甩上十多一枚上品真原石, 并不算什么。 走了几个摊位, 胡三爷就撒出去了醋一枚上品真原石, 现在, 这老家伙倒是花钱花得很镇定, 一点都不觉得心疼, 也越发有种灰金如土, 高深莫测的气度。 交易会场上, 其他摊主懊恼不已, 早知如此, 他们也该第一个站出来, 要知道一件准圣级的护身神甲, 其价值之高, 乃是有价无事的。 见此情景, 狂愿手一声叹息, 难难道, 唉, 这位老先生, 看来不缺真原石啊。 方殿主三人闻言一惊, 玄机苦笑不已, 是啊。 若是这位老先生很紧缺真原石, 要请其出手, 倒是好办很多, 对于天宗来说, 掌握的极品真原石矿脉至少有千条, 若能修复基石的阵纹, 送上一条极品真原石矿脉, 占天成高层绝对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简言之, 对于天宗来说,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那都不是问题。 但是, 不能用钱来解决的时候, 就是相当有问题了。 这个时候, 秦末三人也觉得差不多了, 尤其看到镇电方电竹等人到来, 这个计划的开头就已是差不多了。 可以回去了, 雪晨, 先行别过, 秦末悄然传音道, 萧雪晨也是点头, 微笑不语, 他心中实则很惊讶。 之前在萧庄, 秦末修复萧庄的上古大战时, 对于这少年的镇道造诣, 他就相当吃惊。 以武道资质而论, 这少年比之他毫不逊色, 他在武道上的进步速度, 萧雪晨并不如和奇怪, 因为他的进步速度也是一样的惊世骇俗。 但是, 武道正道能够齐头并进, 这就让萧雪晨很吃惊了。 尤其是这一次, 阔别一年多, 秦末的镇道与其武道 一样, 皆是精进如斯。 这令萧雪晨很好奇, 秦末究竟是用什么方法, 能在修炼武道的同时, 镇道的修炼也没有拉下。 咦, 秦末正准备离开, 眼角余光忽然瞅见一雾, 旋即停了下来。 静止走到一个摊位前, 秦末拿起一块石盘, 仔细端详了一下, 浮现不确定之色。 这块石盘很老旧, 其上部满裂痕, 其质地一般, 虽然不知是何种石料, 但是, 可以肯定绝不超过地级的层次。 呀得, 竟然碰到这种宝物, 你小子的运气真不是一般的好。 银承以心念传音惊呼, 有着难以置信。 灵兄, 怎么了, 这世何物, 萧雪城跟了过来, 换着秦末的假名语诗门典籍中记载的遗物有些相似, 但是, 不太确定。 秦末这般说道, 胡三爷也是走了过来, 端详着这个石盘, 一言不发, 似是和秦末一样怀疑。 事实上, 这老家伙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在作戏而已。 此时, 秦末表面依然一派疑惑, 暗中却是传音惊呼, 好东西。 想不到会在这里, 碰到这样的宝物, 看来咱们的计划是真正完美无缺了。 这是何物, 萧雪城传音, 又问道, 如果点击中记载的没错, 这是修复战天成基石的关键之物。 秦末回应道, 胡三爷, 萧雪城一惊, 表面却是不动声色, 皆是看着秦末下一步的举动。 徒弟, 既是不确定, 也买下来, 胡三爷缓缓开口道, 秦末点头, 询问摊主价格, 两位大师, 这件东西是我在一处遗迹中无意中获得的, 也不知用途。 您看着给吧, 这摊主连忙回应, 他可不敢得罪这两位神秘的正道强者, 并且, 现在交易会场都知道, 这一老一少是大金主, 若真是好东西, 一定会给个公道的价钱。 看着给, 秦末皱了皱眉, 嘴唇如动不停, 却是没有一丝声音传出。 周围人群都很清楚, 这位年轻正道天才应该是在询问师尊, 到底该给一个什么价钱。 一时间, 许多人不禁好奇起来, 这不太对劲啊。 要知道从进入交易会场开始, 这对师徒购买正道材料, 哪怕是属一枚真元石的价格, 都是随手买下, 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现在, 却为了一个不起眼的石盘, 不确定给什么价格, 难道这块老旧石盘是什么起宝, 价值连城? 正正石, 穆小哥, 你说这石盘里, 很可能蕴含着圣正石的碎片。 胡三爷惊呼传音, 萧雪晨也是红唇唯唯张开, 很是吃惊, 圣级正法的基石碎片, 那可是举世难寻的起宝。 上古之战石, 因为战争太过惨烈, 破坏了天地之力的某种规则, 使得圣正石的材料几乎绝迹, 想要不成圣级正法几乎是奇迹般的事迹。 随即, 萧雪沉眸光一动, 传音说了几句, 寝莫听得一愣, 不找痕迹地点了点头。 此时, 人群中, 彭院守, 方殿主等人也是皱眉思索, 他们也是认不出, 这块老旧石盘到底有何用? 方殿主, 这块老旧石盘的来历, 你能倒出一二麻? 彭院守问道, 顿时, 方殿主眉头乱跳, 恨不得当场跳起来, 与彭院守这老头大战三百回合。 这老家伙是不是吃错药了, 处处针对本殿主, 方殿主咬牙切齿, 却是无奈摇头, 他却是看不出这石盘的一点来历。 彭院守摇了摇头, 他也很无奈, 这人与人一比较, 差距也太大了点。 忽然, 就听肖雪晨忽然开口, 林兄, 这块石盘能否割爱, 我愿以五亿极品真原石买下。 此言一出, 全场皆经, 第一三零八章天价拆解, 一刹那, 四周人群的目光落在肖雪晨身上, 众人的目光皆是充斥着难以置信。 五亿枚, 极品真原石, 这块石盘值得五亿极品真原石, 还不是五亿上品真原石。 许多人震撼莫名, 五亿极品真原石的价格, 可谓是天价了, 就算是购买一件残缺的准胜器, 也是绰绰有余了。 也有人很奇怪, 本以为这青年文士与一老一少镇道师, 乃是一同前来的, 很可能属于同一势力, 想不到并非如此。 那摊竹也傻掉了, 看着秦莫手中的那块老旧石盘, 很想伸手抢过来, 却又是不敢。 这年轻人士, 方殿主端详着肖雪晨, 眼睛豁然睁大, 是他。 雪晨小姐, 文言, 继长老, 华护法, 还有彭愿手的徒子徒孙都是金融满面, 他们仔细端详, 也是认了出来, 正是战天城建格的首席弟子, 刚获得建格长老之位的肖雪晨。 这位战天城年轻一辈的第一人, 喜欢一桩出行, 已经不算是秘密, 肖雪晨也未因此刻意掩饰过。 她一桩的目的, 只是不喜欢引人注目, 也不喜欢别人看到她的真面目。 毕竟, 这位爵士女子的美貌, 具战天城主说, 足以艳冠天城, 与其见到造诣一样惊世骇俗。 这丫头竟出了五亿极品真元石, 来购买这块石盘, 到底是什么奇宝? 彭院手眯着眼睛, 仔细端详石盘, 依然看不出一丝端倪来。 此时, 秦莫则是皱眉, 露出一丝不赞同的神情, 道, 你这又何必? 就算五亿极品真元石买下来, 也拆解不出石盘中的秘密, 道你手上只是一块废石而已。 那我请凌兄拆解, 代价也是五亿枚极品真元石如何? 萧雪辰浅笑, 眸光流转, 绝艳风姿令人难以移开目光。 此周不少人已试认出, 这是一位异装的女子, 即便是卫装了容貌, 都有如此风华, 也不知这女子的真容是何等的风华绝代。 不过, 更多人则是再一次被吓到了, 拆解这块石盘都要五亿极品真元石。 难道说, 取出石盘中的宝物, 需要特殊的手法? 随即, 人群就见那年轻震道师皱了皱眉, 有些不悦地说道, 若是这块石盘是为你自己买的, 我可以出手, 就收三亿极品真元石。 若不是为你自己, 就不用谈了。 周围的人群, 能在这处交易会场出入的, 大多是心思敏锐之辈, 历史听出些味道来。 这位一桩女子买下石盘, 并不是为她自己, 而是为其身后的势力。 而这两位神秘震道师对女子身后的势力, 显然没有太多好感, 并没有出手拆解石盘的打算。 好吧, 是我鲁莽了, 萧雪晨玩耳一笑, 旋即放弃了出嫁, 秦末点了点头, 看向那摊主, 道, 这块石盘放在你这里, 一文不值, 当是能拆解这块石盘的, 不超过两个人。 我出一亿枚极品真元石, 你若卖, 我就买了。 那摊主不经意呆, 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转眼就有五亿极品真元石, 降到一亿极品真元石, 这样的落差实在令人有些无法接受。 不过, 这摊主也很果决, 咬了咬牙, 断然道, 这位大师, 两千万枚极品真元石, 您只管拿去。 不过, 在下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能否当场拆解石盘, 让在下开开眼界。 顿时, 四周响起一站热烈的复合声, 这摊主的话道出了众人的心声。 既然这位年轻文使说, 请秦末出手拆解, 要五亿枚极品真元石的费用, 周围人群自是想见识一下, 什么样的拆解能值得上这样高昂的价格。 也好, 秦末很干脆, 随即一手拖着石盘, 另一只手屈指一弹, 历史无边的地气涌动, 卷起一场地气狂风。 通龙, 半空中, 一个地气漩涡形成, 其中心位置有清辉相间的光彩流转, 朝着秦末右手的掌心疯狂汇聚。 转眼间, 秦末的手掌上, 一个清灰树干模样的光影形成, 不断延伸, 如同树木在开枝散叶, 绽放着无比奇异的光辉。 这是挥手宁气炫, 副掌画地脉, 方殿主演珠子圆瞪, 差点惊呼出声, 身体则是不受控制的颤动起来。 不仅是方殿主, 两边的纪长老, 华护法也是一般模样, 他们固然不认得这一老一少镇道师的来历, 也不知道这石盘的来历。 但是, 秦末展现的这一首, 身为镇道大宗师自试认的, 这是地脉镇道师的手段。 地脉镇道师, 彭愿手, 这是地脉镇道师的手段, 这年轻人是地脉镇道师。 方殿主很兴奋, 连忙传音告知彭愿手。 这个老夫已经知道了, 彭愿手撇嘴, 之前刚认出消雪城时, 他就听到两人的交谈, 知晓着年轻人是地脉镇道师的体质。 真的是那古老存在的传人麻, 也即是说, 当时两位绝代镇道宗师, 都是收了一个地脉镇道师的弟子。 彭愿手的脑海中, 闪过一连串的念头, 尚未等他细细思索, 就已被眼前的情景吸引。 只见秦末手掌中的树状地脉, 终于是成形, 而后拍在石盘上。 刹那间, 一道夺目的光辉爆起, 无比炫目, 在场圣镜以下的强者皆是承受不住, 纷纷闭上了眼睛。 至于圣镜之上的大高手, 则是一个葛睁大眼睛, 不肯错过任何一个情景。 那石盘开始融化, 凝炼浓缩, 化为一滩岩浆般的液体滚动, 而后迅速凝固。 平蓬怨手的眼力, 自是看得清楚, 这液体中蕴含着无数的震纹, 乃是完全由震纹形成的液体。 这些震纹, 都是从石盘中渗透出来, 根本不是之前所猜想的, 石盘中封存着什么起宝。 随后, 那摊液体不断缩小, 开始凝固, 一块指甲带大小的方印, 出现在琴末手掌中。 砰砰砰, 细小的方印中溢出力量波动, 一圈圈扩散开来, 那可怕的气息令人心惊不已。 但是从方印一散的力量中, 就可以推断出, 这是一件重宝, 价值难以估量。 如何? 李明白了吗? 琴末看向摊主, 后者连点头, 刚才琴末展现的震道手段, 已是超出众多舞者的认知, 哪里还会质疑? 将这块圣镇石收起, 琴末赴给摊主两千万极品真元石的票据, 便与萧雪辰告别, 随着胡三爷前往外城的客栈。 在琴末三人看来, 这计划的第一步, 实在是天衣无缝。 接下来, 就看占天成方面的动作了, 按照琴末的估计, 恐怕彭怨手等人的行动, 要比原本预期的早很多。 人群中, 方店主三人满脸长红, 激动得难以自意。 老彭, 那是圣镇石, 圣镇石啊, 一块拇指大小的圣镇石, 足以修复我占天成基石十分之一的消弥正文。 一定要弄到手啊, 太好了, 一位地脉镇道师体质的镇道大宗师, 一块圣镇石, 这是我们占天成之姓啊。 方店主三人石是非常兴奋, 修复天成基石的最关键宝物, 就是圣镇石。 从十个机缘前开始, 这种神物就太稀少了, 想要得到一块都是莫大的机缘。 更不要说现在, 整个古幽大陆能够知道圣镇石的地方, 恐怕只有无比凶险的大陆绝育。 至于地脉镇道师, 也是一样, 这种体质的镇道师自古就含有, 有的根本没有成长起来, 就已经夭折。 因此, 有时一个纪元, 出现的地脉镇道师数量, 都未必能超过一手之促。 彭院首确实没有丝毫喜悦, 看了看方店主三人, 淡淡道, 你们没有看到, 雪尘丫头与那年轻人那么熟络, 出价武艺极品真元石, 都被拒绝了吗? 顿时, 方店主三人如当头被浇了一盆冰水, 脸色奏变, 他们当然是看在眼里。 此刻想来, 萧雪尘出价武艺极品真元石, 就是为占天成买的, 而那灵性青年却不悦地拒绝了, 分明是知晓萧雪尘的意图, 且对占天成很不满。 这件事该如何处理, 是你们镇店的事情, 本座静后佳音。 彭愿手丢下一句话, 当即离开, 这种十有八九吃闭门羹的事情, 他才不会去掺和。 第一三零九章宰珠, 深夜, 占天成, 内成, 安家, 家主义士厅内, 什么, 正正时, 又一个地脉震道师, 安家家主安盐宗豁然起身, 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动了, 神识在哪里? 那个地脉震道师在哪里? 通通给本座夺过来, 义士厅中, 安家数位长老, 护法在座, 这些人修为强决一时, 实力最弱的也是盛进巅峰的大高手, 可是, 面对家主安盐宗的问询, 在座促大强者都没有说话, 有人甚至面露苦涩, 盐宗, 你先别急, 一位年迈老者缓缓开口, 他是安盐宗的祖熟, 在此威望最高。 祖熟, 本座怎能不及, 安盐宗再次坐下, 神情却是有着志在必得的决心, 因为天成基石的正文消米, 还有数千年前, 一名疯骂老贼出走占天成的事情, 我安家一直被天成各大派系指责排挤, 这一次, 若能得到圣证时, 得到一名地脉镇道师, 修复基石正文, 看谁还敢给我安家脸色看, 哼, 安盐宗怒恒一声, 身周缕缕成色光焰闪烁, 周围的虚空也是模糊起来, 使得他的身躯若隐若现, 似是要与天地融为一体, 一丝无主即的气息, 随之一散出来, 使得整个意识听为之抖动, 随即, 这一丝可怕的气息消失, 却是令在座众人心颤不已, 安盐宗身为安家家主, 平素皆是深沉若海, 现在会有此一状, 显示心绪浮动, 才致使力量产生一丝波动, 盐宗, 你先弄清楚情况再说, 那年迈老者说着, 长袖一挥, 大厅中央的圆桌上, 历史有一道道光纹转动起来, 浮现白昼时, 寝末三人在外城的一幕幕景象, 那年轻文士是肖家的肖雪城, 这年老的正道师, 是那地脉正道师的师父, 好可怕的正道造诣, 看着白昼时回溯的景象, 安盐宗脸色奏变, 逼臣道, 麻烦了, 大厅中, 在座众长老护法也是神情凝重, 正如安盐宗所说, 事情是真的麻烦了, 那年老的正道师的正道造诣, 根本难以测度, 据安家正道宗师的推测, 绝对是官爵正殿, 其实力至少堪比武尊后期的爵士大高手, 有这位神秘老者在, 想要动纳年轻的地脉正道师, 就算是安家的几位老祖宗出手, 都是未必能够得手, 既是来硬的不行, 那来软的, 从白昼的事情中, 可以推断出, 这对师徒对于战天成, 根本没有什么好感, 尤其, 肖雪城还与这对师徒交好, 在战天成中, 肖庄与安家的矛盾, 可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要知道, 在肖雪城进入战天成前, 安家曾经想逼迫肖庄, 与之联姻, 之后, 肖雪城闯下天官百众, 重重给了安家一记响亮的耳光, 有肖雪城在, 安家想与这对师徒打好关系,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端坐在家主的座位上, 安言宗神情变幻, 目光一鸣, 有了决断, 有本座与家中三位老祖宗出手, 现在行动, 将这对师徒擒来, 在座仲强一惊, 随即纷纷点头赞同, 对于安家来说,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砰, 大门打开, 一名长袍中年人窜了进来, 他是安家的管家, 此时却是神情有些慌乱, 家主, 诸位长老, 护法, 事情不好了, 中年人快步走到大厅中间, 恭声即声道, 已经查出这对师徒的来历, 十有八九是习日古镇坛主的传人, 那位年老的镇道师叫罗坛, 其镇道造义之高, 据说是堪比一名风, 一时间, 大厅中很寂静, 在座众强脸色有着京剧, 侥幸, 身为安家的高层, 他们对于古镇坛主这个名字, 无疑比外界要深刻得多, 因为, 习日安家与这位传奇的镇道强者, 有过一些不愉快的纠葛, 幸亏, 安管家这个消息汇报得及时, 若是晚上一点, 那就麻烦了, 以安言宗, 安家数位老祖宗的力量, 一旦联手, 自是拥有毁灭性的力量, 足以击杀一位无主级的存在, 但是, 足以击杀是一回事, 能否击杀是另一回事? 堪比无主的镇道师, 尤其是金山古镇的镇道师, 想要顿走实在太容易了, 一旦没有的手, 安家将会成为众矢之地, 占天成各大派系绝不会放过安家, 安言宗沉默, 脸色难看之极, 良久, 才是白手道, 再探, 有消息立刻汇报, 与此同时, 占天成各大派系, 镇店, 城主店等重地的强者们, 也都探查到类似的情报, 知晓这对师徒的来历, 镇店的方店主形势很果决, 当即带着唐长老, 还有镇店的促大镇道宗师, 前往这对师徒所在的客栈, 想借着唐长老赔罪的名义, 拜见这两位神秘的镇道强者, 然而, 方店主等人来到客栈, 上到二楼, 却是赫然发现, 这对师徒所在的房间, 凭空消失了, 整个二楼的房间, 生生少了一个, 让人群目瞪口呆, 对于镇道强者来说, 却是并不稀奇, 这是一种极高明的患症, 只要找到破解之法, 就能够打开入口, 可是, 方店主一行人破解了一个时辰, 依然是一无所获, 只能颓然而返, 深夜, 占天城, 内城, 一处偏僻的庭院中, 房间凭空消失了, 方店主他们破解了一个时辰, 也是无功而返, 彭院首听到这样的汇报, 喝着香名, 淡淡冷笑了一声, 镇店这帮家伙, 平素都是骄傲得很, 目空一切, 自认为除了修复基石, 其他镇道方面都是独步天下, 这一次, 跟头栽狠了吧, 哼, 当初老义会离开我占天城, 就是镇店这帮家伙太自大, 一旁, 一名中年人助力, 听到彭院首的激凤, 不禁是苦笑起来, 吃尊, 明看不惯归看不惯, 这件事情, 您总得出面管一管啊, 中年人公申说道, 这是镇店安家的事情, 要管也是他们去管, 我们这边就不用操心了, 你看肖家那丫头, 返回建阁之后, 立刻就宣布闭关三天, 拒不见客, 这女娃子才是真的厉害啊, 比老头子我年轻时, 各方面都要厉害太多了, 彭院首摇了摇头, 一声叹息, 中年人张了张嘴, 却是不知该说什么好, 突然, 一股灰色而恐怖的波动传来, 随即一道身影出现, 坐在了彭院首对面, 这身影很模糊, 却是蕴含着令人惊惧的力量波动, 仔细看去, 却是一个投影, 一个威严的声音从这投影中传出, 彭老, 这件事情, 本成主只能请你出面了, 成主。 中年人一阵心惊, 随即会议, 躬身退了下去, 彭院首则是长叹, 成主, 你这是给老夫找麻烦啊。 当夜, 彭院首前往建阁, 将当闭关的萧雪尘邀了出来, 带着战天城主的使者, 一起前往外城客栈, 由萧雪尘出面引荐, 才见到了这对神秘的镇道师徒, 密谈许久。 最终, 双方达成协议, 由古镇坛主的传人罗坛出手, 驻战天城修复基石上的萧米正文。 关于这桩协议, 罗坛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 修复基石所需的材料, 全部由安家负责, 如果安家敢推托, 这项协议就作废, 对于这个附加条件, 彭怨首等人很不解, 为何古镇坛主的传人对安家如此仇视? 罗老先生, 与安家有什么过节吗? 若非生死血仇, 我会禀告城主, 大家坐下可以和解。 战天城主的使者恭敬道, 归根到底, 安家还是隶属战天城, 若是能够化解恩怨, 自是战天城主愿意看到的。 和解, 胡三爷一脸默然, 一派正道绝代宗师的傲然, 你去问问安家, 亏欠我祖师古镇坛主什么, 再来说和解之事。 安家先被与古镇坛主的恩怨, 文言, 不仅占天城主的使者吓了一跳, 狂怨首等强者也是色变, 历史打嗝哈哈, 岔开了话题。 既是安家先被自己做的孽, 谁也不会去烫这个混水的。 这是修复基石的清单, 胡三爷抛出一叠厚如书籍的清单。 这么多, 彭苑首等人大惊失色, 这么厚的清单, 其总价值根本难以估算。 这位罗坦老先生, 是要将安家当猪来宰一次啊。 本座累了, 吴颂, 胡三爷随即大秀一挥, 房间里正文运转, 将彭苑首等人传送了出去。 穆小哥, 你看小老儿的这个计划, 是不是天衣无缝? 还狠狠宰了安家一次, 送走了彭苑首等人, 胡三爷历史眉飞色舞, 仿佛这一切的功劳都是他的。 秦莫摇了摇头, 不想搭理妖公的胡三爷, 却是很期待, 即将进入的天阁第一三一时张敬天阁。 天阁, 对于战天城来说, 天阁的重要性, 比之碑林之余青莲山, 还要重要一筹。 因为, 天阁与战天城的基石, 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若是遭到破坏, 战天城基石也会遭到极大的损害, 直接动摇战天城的根本。 而碑林若是被破坏, 至少青莲山还根本还在, 不会有负灭的危险。 天阁的位置, 既不是在占天城的内城, 也不是在外城, 而是在内城外城之间, 一座光秃秃山丘的顶部。 那里, 坐落着一间古老的石屋, 便是天阁。 这就是天阁麻, 这就是天阁, 古老石屋前, 秦莫, 萧雪城一问一答, 两人不禁相识一笑。 萧雪城落了落而看得秀发, 笑道, 这一次, 安家可是狠狠大出血了一次, 不过, 安家归安家, 战天城归战天城, 我还是希望天城基石能够顺利修复, 完全修复是不可能的, 耗费的时间太长, 所需的正道材料也是无法估量。 能够修复十分之一, 就已是不错了。 秦莫盘算了一下, 这般说道, 这个计划的目的, 是能够进入天阁修炼, 但是, 秦莫也需出手, 进行天城基石的修复。 当然, 原本的计划并非如此, 是江安家狠狠在一次后, 秦莫修炼完毕, 就当即开溜。 现在, 则是情况变化, 因为与战天城达成的 协议, 天城基石可以慢慢修复, 秦莫, 胡三也可以随时来此。 如此一来, 秦莫自然很乐意, 以后若有足够的正道材料, 他就可以进入天阁, 一边修炼, 一边修复天城基石。 修复十分之一, 那群老家伙就已经偷笑了。 本来以为, 萧庄被驱逐如此漫长的岁月, 我对战天城不会有什么归属感。 可是, 返回战天城, 翻阅萧家先被遗留的典籍, 我才知道自己错了。 萧雪辰助力, 眺望山丘下的战天城区, 却美容颜浮现一丝复杂的神情。 归根到底, 萧家在战天城中, 生存了漫长的岁月, 祖祖辈辈与这里息息相关。 身为萧庄的后辈, 回归战天城后, 短短一年的时间, 就能感觉到血脉之中, 与这座古老天城的紧密联系。 秦末注视着这神秀天城的女子, 淡淡笑了笑, 这人儿此刻的神情, 她在前世见过很多次。 前世的她, 并不是太理解, 现在则是能够感受到, 萧雪辰对于战天城, 那种复杂的情绪。 无论战天城与萧家之间, 曾经有过神麻纠葛, 终究是没有决裂, 萧庄的根始终还是在这里。 唯有在聚灾来临时, 人们才能直面自己的内心, 明悟以前迷惘的事情。 这并不奇怪, 秦末淡淡说道, 萧雪辰忽然转头, 端详着秦末, 浅笑道, 你这卫庄之术, 连无主都能瞒过, 以前是否也用别的身份欺瞒过我? 什么, 秦末心中一阵, 却是竭力露出茫然之色, 表示不明白萧雪辰的意思。 算了, 是我多想了, 期待你一举突破, 闯过古穷塔第七层。 萧雪辰这般笑语, 旋即郊区移动, 以视化为一道见光消逝。 呼, 秦末暗中长欲一口气, 转身走进了石屋, 进入天阁。 砰, 石屋的门很矮小, 但是, 推开进入其中, 却发觉大门竟是变了。 无比宏伟的巨门耸力, 如同两座山岳, 缓缓地闭合上, 而后缓缓消失, 彻底与外界隔绝。 四周, 一颗颗光球飞舞, 如同一颗颗星辰环绕, 有的直射过来, 竟是穿着秦末的身躯飞了过去。 光球穿体而过, 一股奇异的感觉蔓延全身, 秦末觉得自身的六视镜是敏锐了不少, 同时, 某种天地之力的流速也是减慢下来。 这里, 就是天阁, 这是一片奇异的所在, 上方有紫色云层环绕, 形成一个巨大的滑盖, 笼罩着这片区域。 紫色云层中, 有着一道道电光闪烁, 却是一种深邃的灰电, 不断穿梭, 如同有生命一样。 四周, 则是充斥着无数的光球, 这些光球并不蕴含任何力量, 但是, 每穿过秦末的身躯, 都会带来一种奇特的感觉蔓延全身。 穆小哥, 你才来啊, 胡三爷走了过来, 笑嘻嘻道, 清晨时分, 胡三爷就先行进入这里, 说是探查天城基石的正文消异情况, 实则是想查探一下, 是否有能够顺手带走的宝物。 这里情况如何? 秦末问道, 并没有放松警惕, 他担心占天城的强者在监视天格胡三爷则是传音告知, 完全不需要担心, 这里一旦关闭, 与外界是彻底隔绝的。 小老人探查过了, 天格实则就是建造在天城基石之上, 一旦进入其中, 就等于进入基石的正文范围。 想要在外界查探这里, 根本不可能, 胡三爷说着他的发现, 随后指向上方, 莫小哥, 你看那里。 紫色云层深处, 抬头望去, 秦末耳闻如是开启, 历时看到紫色云层深处, 有着一块巨大的紫色石台, 被重重云层包裹, 若隐若现。 下一刻, 那块紫色石台又是消失, 无论秦末如何提升六世, 也探查不到石台的所在。 这是天城基石的投影, 果然没错, 占天城的基石, 与之清廉之根还要古老, 已是通灵的上古神物。 秦末震惊的尼南, 与彭院首等人协商时, 占天城的一位长老就自豪地说, 天城基石的存在岁月, 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 与之清廉山, 绝都城的镇宗之宝, 都要古老得多。 本来, 秦末以为是这长老的自炊, 现在看来, 却有其事。 哼哼, 原来如此, 占天城的这帮家伙也是够无耻的。 临城忽然开口, 冷笑不已, 秦末, 胡三爷不解其意, 追问胡黎何出此言。 天城基石的镇文泯灭, 实则早已开始了, 远比他们说得还要早。 按照本胡大人推断, 应该从占天城得到这块上古神石开始, 其上的镇文就开始泯灭了, 一直持续到现在。 所以, 以价值而论, 三大天宗的镇宗之宝, 价值应是相等的。 对于这狐狸的判断, 秦末等没有意义, 在镇文的辨识能力上, 即使是一鸣风也是自叹不如。 毕竟, 拥有妖族圣火的银城, 有着其他镇道师无法比拟的优势。 即便是地脉镇道师, 在镇文的辨识能力上, 比之狐狸也逊色一筹。 有把握修复麻, 勤默询问, 哼, 冲着一师的面子, 本胡大人也会尽力。 银城咧嘴, 他也是清楚, 一鸣风对于战天城, 有着很复杂的感情。 若是一鸣风与战天城之间, 真是那种难以化解的仇怨, 在一鸣风祖镇之际大成时, 就不可能毫无动作。 你小子安心修炼吧, 本胡大人也要开始了, 呼, 一道青雁横空, 银城已是窜了出来, 雪白身躯不断变大, 八条尾巴摇晃着, 一团团青雁翻腾, 化为漫天的青涩火雨, 倒卷而上, 无声无息地涉入紫色云层。 是该开始修炼了, 我也要抓紧时间, 请莫当即行动, 随手布置了一座阵法, 盘坐在阵中, 运转真雁, 瞬间入定。 他首先要做的, 是迅速增加王者镜的积累, 修为战雁各方面都达到极致。 轰龙, 秦莫体内, 骚然传出一声轰鸣, 如巨大轮盘在滚动, 轰轰如雷, 这是他在外界修炼, 从未出现过的情况。 体内的丹田储, 真雁化为一个漩涡, 疯狂旋转, 产生一股巨大的吸力。 一瞬间, 四肢百孩的真雁都受到吸引, 涌入丹田的真雁漩涡, 原本半夜化的真雁悉数被搅碎, 重新转变成之前的雁气状态。 只不过, 转化为雁气的真雁总量, 则是比之前要雄厚一些。 这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天格对于修炼的加速麻。 秦莫很震惊, 也很惊喜, 他没有想到是这样的情况。 第一三十一章一日之变, 砰砰砰, 紫色云层中, 无数旅青雁穿梭, 如同一盏盏青雁琉灵, 与灰色闪电交织, 确实丝毫没有被批散。 大梦孔雀, 振化万千, 去, 银城摆动着八条尾巴, 将那枚圣镇石送入紫色云层中, 顿时, 无数道灰色闪电受到吸引, 朝着这块拇指大小的振石汇聚。 一瞬间, 成千上万的灰色闪电汇聚, 犹如一条灰色蛟龙, 盘绕着小小的圣镇石, 似是想将这块石头吞下去, 却又被石头表面的无形立场所组。 圣镇石真是好东西啊, 可惜, 只有这么一小块, 若是有拳头大小的一大块, 本湖大人在有生之年, 也有希望铸造一颗天成基石。 这般嘀咕着, 银城操控着青燕流离圣火, 一缕缕青燕钻入灰色垫胶中, 一点点修复其中的振纹。 这样的过程, 就是在修复基石的振纹, 一道振纹接着一道振纹的修复, 虽然每一道振纹的修复很快, 但是, 成千上万道振纹的工程, 还是很漫长的。 银城阁下的振道造义, 当时除了义大师, 能过比肩的恐怕不多了啊。 比这老头这么夸他做什么, 一本大爷看, 他最多算是年轻一辈振道师第一, 要是算上老一辈, 他至多只能排到一百名开外。 别忘了, 七大绝育中比他高明的, 肯定大有人在。 胡三爷高S观看修补正文的情景, 这般交谈着,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一个使劲吹捧狐狸, 一个则是拼命诋毁。 闭嘴, 给本胡大人安静点, 本胡大人的振道造义, 需要你们两个门外汉来评价吗? 银城勃然作色, 狠狠警告, 此时, 随着紫色云层中, 一道道振文的修复, 天格中充斥的光球, 数量也是增多起来, 并且, 每一个光球的体积也变大了些许。 这样的变化, 引起了胡三爷高矮子的注意, 尝试碰触一个光球, 却是抓了一个空, 任凭光球从身体中穿过。 咦, 这光球的感觉好奇怪, 高矮子露出疑惑之色, 即使以他的迟钝, 也察觉到光球的奇特之处。 另一边, 秦末深舟, 不断有光球涌来, 竟是穿过他布置的大阵, 竟只穿过他体内, 而后又传出。 每当光球穿过他的身体, 秦末的修炼速度, 就是加快一分, 并且, 随着天成基石的振文修复, 这种修炼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怎么回事, 修炼速度又提升了一分, 已是相当于外界修炼的110倍了。 秦末已是发现, 进入天格修炼, 若是不碰触那些光球, 则修炼速度比外界快不了多少。 一旦有一颗光球穿过体内, 则修炼速度立刻奏增, 飙升百倍。 现在, 随着天成基石的振文修复, 这种光球的效用也越强, 已是相当于外界修炼速度的110倍。 这种修炼速度, 实在太恐怖了, 等于是在里面修炼一天, 相当于在外界修炼110天。 当然, 这种修炼方式是无法一直进行的, 秦末能够感觉出来, 身体对于光球中蕴含的力量, 吸收是会达到一个极限的。 也难怪肖雪晨提及, 在天阁中带上三日, 就一定要出来。 正好, 借此机会, 在相当于一年的时间里, 将各方面根基催炼到极致。 下一刻, 秦末其其催动真焰, 战焰, 剑魂之力, 三种力量开始疯狂运转。 同时, 体内的骨兽宁煞术也是自动运转, 开始了疯狂修炼的过程。 见此情景, 胡三爷高矮子皆是择蛇摇头, 秦末修炼起来时是太不要命了, 竟然同时进行四方面的修炼。 不过, 他们也不担心秦末的安危, 开启第七层的斗战圣体, 足以支撑这样变态强度的修炼。 轰轰轰, 轰轰轰, 天阁的第一天, 就在银城疯狂修复阵纹, 秦末疯狂修炼中, 很快地度过了。 第二天, 天阁内的紫色云层中, 那颗圣阵时越发晶莹剔透, 席上有着无数细小的灰电营绕, 那是修复好的阵纹。 银城悬浮于空, 足踏青燕之云, 八条尾巴疯狂摆动, 如同一条条手臂, 不断修复着泯灭的阵纹。 这情景, 端是无比震撼, 这狐狸身上显露的气息, 已是达到了王者境巅峰, 随时可能突破圣境。 对于银城的力量, 虎三爷高矮子丝毫不奇怪, 但是, 他们此刻却是面露金融, 愣愣地看着狐狸的尾巴。 在八条粗大如胶蟒的尾巴中, 有一截心的尾巴, 正在长出来。 那是第九尾, 看起来似的, 修复天成基石的阵纹, 无疑是一次最好的修炼。 已银城阁下的资质, 修炼出第九尾是迟早的事情, 不过, 这也太早了点。 高矮子, 胡三爷低声交谈, 他们很是吃惊, 在妖族之中, 九尾妖狐有着特殊的地位, 不仅象征着实力, 也象征着一种与狮黄一族并驾齐驱的地位。 如今的狐族, 在这一纪元以来, 似乎还没有九尾妖狐出世, 难道会有第一位九尾妖狐出现? 正在这时, 轰隆, 秦末修炼的地方, 一道巨像冲天而起, 一颗颗硕大的光球盘旋, 朝着那个方向涌去。 光辉闪耀中, 秦末盘膝悬空, 丹田部位一个漩涡浮现, 已是显现在体表的腹部, 如一个巨大的岩浆漩涡, 疯狂旋转着。 刺之百骸中, 真艳已是宁为岩浆般的形态, 不断流转着。 在其心脏部位, 一团雾气萦绕, 呈现硕硕星光, 迸发万千剑气, 环绕其身周, 形成剑气护照。 在其头顶, 战焰之球不断涌动, 其上浮现一个个古老的转字, 那是宁顺顺欲杀的奥义体现。 战焰之球上, 有着一条粗大的神魂之丝, 连接着外界的虚身。 天格固然能够隔绝外界的窥探, 但是, 却无法隔绝本体虚身的联系。 依照秦莫推测, 这并非是虚流浮光的作用, 而是变魂术的神奇效用。 望见这样的情景, 胡三爷高矮子皆是择舌不已。 在天格一天的时间, 秦莫各方面的根基已是达到了一个极致。 莫小哥真是拼命啊, 想要在百日左右的时间, 将其根基淬炼到极致, 实在太困难了。 胡三爷惊叹道, 确实, 修为, 见魂之力, 战焰这三个方面, 无论是哪一方面淬炼到极致, 至少都是百日之功。 而秦莫却在百日左右的时间, 生生将三个方面淬炼到极致。 要冲关了麻, 冲击圣境, 圣境的斗战圣体。 传说中, 这一层次的斗战圣体已是拥有极为可怕的实力, 足以向五尊教板。 那是完全形态的斗战圣体, 这小子还不行。 不过, 恐怕一入圣境, 就能媲美圣境后期的大高手了。 胡三爷高矮子低声嘀咕, 密切注意秦莫的动静, 这样的冲关可是难得一见, 自古以来, 又有几人见过斗战圣体冲击圣境。 通隆隆, 猛然间, 秦莫深周的虚空发生扭曲, 出现一个葛裂痕, 将一颗颗光球吞噬进去, 而后又吐了出来。 然而, 吐出来的光球气息奏变, 充斥着毁灭的力量, 朝着秦莫积射而去。 一瞬间, 剧烈的爆炸叠起, 一圈圈毁灭波动扩散, 如同是要蔑视一般, 朝着四周疯狂席卷, 将秦莫之前布置的大阵瞬间撑爆。 麻烦了, 这小子冲击圣境怎么这么恐怖, 是因为在天格中冲冠的原因吗? 胡三爷高S顿时跳了起来, 他们能够感受到, 那毁灭波动的恐怖。 这种力量的来源, 实则就是天格的光球, 只是光球的力量被彻底地转化了。 这是空间之力的作用, 让光球的力量完全反转, 还是秦莫这小子的虚流浮光威力太禁忌? 空间之力反噬得太厉害, 高矮子骂咧咧, 静止冲向前方, 想将这些毁灭波动全部集散。 第一三十二章虚空毁灭之潮, 呼呼呼, 高矮子双拳连辉, 确实打在了空楚, 根本无法击中这些毁灭波动。 哎呦喂, 这力量太诡异了, 一阵惨叫, 高矮子击退, 双拳疯狂战动, 他无法击中毁灭波动, 反而是被这种力量侵蚀了身躯, 神魂一阵撕裂般的疼痛。 别上去, 光求原本的力量, 就是无稽可循, 彻底逆转后, 也是一样无法触摸。 这种力量应该属于天成基石的本源之力, 胡三爷神情凝重, 这般说道, 高矮子击牙咧嘴, 他最怕碰到这种力量, 若是以硬碰硬, 圣镜强者也奈何不了他。 哼, 一道灰色闪电披落, 化为一张灰色电网, 笼罩了这片区域, 将琴墨覆盖在其中。 被识之间, 这种毁灭波动的蔓延停滞, 被灰色雷霆所组, 朝着原路返回。 哼哼, 这小子冲击的圣镜障壁, 看起来很不简单嘛。 让本湖大人瞧一瞧, 斗战圣体能否冲击圣镜成功? 银城的声音响起, 半空中, 八条尾巴狂舞, 无数青燕降落, 形成一座青燕大阵, 彻底封锁了琴墨四周的区域。 通龙, 倒卷而回的毁灭波动不断汇聚, 形成一道巨大的浪潮, 将琴墨的身躯尽数吞没。 此时, 琴墨的真燕遭到极大的压制, 全身的真燕运转几乎停滞。 这种毁灭波动的可怕之处, 就是对于舞者的真燕巡行, 有着可怕的恶制。 其实, 这并不奇怪, 没有逆转前的光球, 其效果就是增加舞者的修炼速度, 现在力量逆转之后, 这种毁灭波动的作用恰恰相反。 不过, 琴墨心脏部位, 那光雾缭绕的剑魂之力, 确实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 剑魂之力只覆盖了心脏部位, 并没有蔓延至全身, 也没有运转护体的迹象。 嗯, 怎么回事, 我在冲冠, 冲击圣境, 此刻, 琴墨才刚从空灵之境中行转, 意识到他现在的状况。 一波波毁灭波动传来, 其中蕴含的可怕力量, 令琴墨感到一阵窒息。 这是光球被逆转后的力量, 不, 不止如此, 其中还蕴含着毁灭性的空间波动。 一瞬间, 琴墨已是醒悟过来, 因为是在天阁中冲冠, 遭到这里的力量反噬。 若是没有很好的对策, 这次冲冠会非常危险, 很可能要被迫终止。 停止冲冠, 琴墨自然不愿意, 现在他各方面都淬炼到极致, 是冲冠的最好时机。 若是错过这一次, 则又要等上许久, 这种毁灭波动中, 蕴含着虚空的破坏之力, 就以虚空之力破之。 身躯一阵, 头顶的战焰之球骤然发光, 一个身影走出, 正是琴墨的虚身。 翁, 虚身前冲, 凌空一握, 一把虚无剑刃出现在手中, 剑锋一颤, 延绵而虚无的剑光已是横扫四方。 蕴含大道九剑的剑势叠起, 形成一道剑木, 将一波波毁灭波动尽数斩碎。 以虚空对虚空, 果然有效, 见此情景, 琴墨心中一喜, 不过, 随即他就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这些毁灭波动虽被斩碎, 却是很快凝聚, 再次袭来, 呈现无穷无尽之事。 此时, 半空中, 银尘高呼, 小子, 小心一点。 这种力量生生不息, 你至少要斩碎千次, 才能彻底斩灭一丝毁灭波动。 一切看你自己, 本胡大人在外面为你呐喊加油。 听着狐狸幸灾乐祸的话语, 琴墨已经无暇付匪这家伙, 他全部的心神都贯注在虚身之上, 专注于操控虚身进行战斗。 砰砰砰, 一场持久的战斗展开,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第三日, 地面上, 无数灰色雷霆形成一个光照, 笼罩着一片区域, 其中隐约可见琴墨的身形。 密集的爆裂声, 狂暴的战斗声, 持续不断地响起, 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 事实上, 若是在外界, 这场冲关的战斗持续了足足百日以上。 墨小子还没有冲关成功麻, 时间就快到了, 高矮子咧嘴, 看了看时间, 即将到天阁之门开启之时, 可能要失败了, 在天阁中冲击圣境, 所遇到的这种圣者仗壁实在有些可怕。 胡三爷皱眉, 他也是有些焦急, 此时, 在灰电屏障中, 琴墨的虚声化为一道模糊的虚电, 如同鬼魅一般闪烁, 每一次闪动, 就会斩灭一道毁灭波动。 相比之前, 虚声的公式之鬼魅, 之灵力, 足足提升了醋背。 但是, 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四周的毁灭波动依然有成千上万, 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才能够彻底斩灭。 来不及了麻, 可惜, 本体, 虚声始终无法一起战斗, 一定要达到五圣境界, 凭借圣境的神魂之力, 战焰之力, 才能真正做到双体同战麻。 琴墨很是惋惜, 他也知道时间不够了, 终是有些不甘。 突然, 他手腕上的化神灼亮了起来, 古仆形状的光灼出现, 其中浮现一道道古老的纹路。 顿时, 琴墨的身躯震动, 感受到本体与虚声的联系, 忽然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这时, 下一刻, 凭着一种本能的驱使, 琴墨站了起来, 须止一弹, 狂越地却见历史出窍。 嗡, 心脏部位的剑魂之力运转, 一道皮链如红的剑光展出, 长达万丈, 在琴墨深周不断盘旋, 化为一圈圈的剑波扩散出去。 这个时候, 一股强大而深沉的波动, 从琴墨体内溢出, 自动形成一个庞大的场域, 对四周的毁灭波动进行压制。 本体, 虚身, 场域之力, 三管齐下, 立时产生一股子爆炸性的气息。 噔, 一声轻响, 四周的一切波动如气泡斑裂开, 如同狂风席卷大地, 将所有力量波动尽数吹散。 那股强大而深沉的波动, 如同潮水一样, 迅速倒流回琴墨的体内, 消失不见。 穆小哥, 这是, 这小子突破了。 刚才那股波动好可怕, 是这小子的胜者六世。 胡三爷等都很吃惊, 这样的爆炸性波动, 实在令人心悸。 此时, 秦墨已是恢复平静, 震动了一下身躯, 似是有些不适应, 感受着身体深处, 源源不断涌现的力量, 这就是突破圣境后的情况嘛。 这时, 银城则是招呼一声, 身形一闪, 已是重新进入登座空间。 高癌死也是察觉到不对, 也是一样, 窜进了登座空间。 秦墨也来不及内视自身, 迅速换上那件老旧阵袍, 与胡三爷清扫四周, 不留下一丝蛛丝马迹。 因为, 距离天阁的开启, 只有很短的时间了。 轰隆隆, 天阁一处, 虚空出现一道巨门的裂痕, 随即大门缓缓打开, 天阁的门户缓缓开启。 嗖嗖嗖, 一道道身影飞窜而入, 为首的正是彭院守, 还有镇殿的方殿主, 华护法等镇道大宗师, 他们刚进入这里, 就看到上方紫色云层的变化, 历史传出一阵惊呼。 修复了, 以圣镇时来风镇灰色闪电, 修复其中的镇文, 这种镇迹失传太久了。 不愧是古镇谈主的传人, 当今知识, 能够与之比拟者, 恐怕是屈直可数。 众强者皆是震撼, 紫色云层中那颗圣镇时此时如同一颗繁星, 悬挂在半空中, 四周一道道灰胶般的灰电环绕, 这样的情景, 正是天成基石的镇文修复的情景。 不过, 却只是修复了十分之一, 甚至更少。 巨战天成的点击记载, 天成基石在完整时, 紫色云层中有十二颗繁星, 乃是有着十二颗圣镇时盘旋。 严格来说, 这一次的基石修复, 只有十二分之一。 一时间, 彭院守等人纷纷上前, 向胡三爷, 请莫表示感谢, 这一次修复成功, 占天成付出那么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第一三十三章坏消息好消息, 罗大师, 一甲子之后, 天阁在起之时, 还请再次光临占天成。 彭院守抱拳, 恳请道, 镇殿的一众镇道强者也是抱拳, 恳求胡三爷一甲子之后, 再临占天成。 现在说这些, 言之过早, 巨变将至, 你们占天成好自为之, 不是因此巨变, 你们以为本座会是来这里吗? 胡三爷语气很漠然, 丢下这一句, 便是与秦莫一起, 飘然而去。 呀的, 你这老家伙, 藏活累活都是本胡大人做的, 你倒是装得像模像样。 银成很不愤, 本来这番话, 应该由他来说的, 他早看占天成镇殿这帮家伙不顺眼了。 有机会, 有机会, 胡三爷嘿嘿笑着, 当即吹捧道, 平银成阁下的进步速度, 以后震道彻底大成, 直接冲上占天成, 将安家镇殿拆了, 不就好了。 这倒也没错, 银成嘀咕了一声, 开始想象那时他大杀四方的情景。 秦莫则是摇了摇头, 他没有心思计较这些, 只想快一点进入古琼塔, 冲击第七层。 距离三宗大会开启, 只有不到四天, 若能在四天之内, 闯过古琼塔第七层, 那就再好不过了。 深夜, 占天成, 内成, 安家, 大殿中, 地上并排躺着四具尸体, 每一具尸体的胸口都有一个字, 和起来是, 小城大戒。 死去的四人, 乃是安家的外城护法, 本来是负责跟踪胡三爷的踪迹, 却是无声无息地被抹杀了。 此时, 安家家主安岩宗脸色阴沉之极, 大殿上一片极静, 气氛凝重之极。 在场数为安家长老的神情, 也是极为难看, 安家的外城护法极为精善跟踪之术, 并且, 修为也是圣境的大高手, 却是想不到, 跟踪那一对师徒刚出战天成, 就被无声无息地击杀了。 这并不是最震惊的地方, 而是这四人的尸体, 竟是出现在安家的宅院内, 谁也不知是如何送回来的。 古镇坛主传人, 罗坛, 汤, 安岩宗怒恒一生, 愤怒之极, 这一次修复天成基石, 安家可谓是损失惨重。 但是镇到材料, 就损失了近百亿极品真元石的价值, 更不要说, 还被那对师徒勒索了许多重宝。 这样的损失, 即使以安家的底蕴, 也是有些承受不住, 若是在以往, 安家根本不可能答应。 可是, 占天成各大势力的压力下, 安家只能选择妥协。 然而, 天成基石修复的消息传来, 占天成各大派系欣喜之时, 安家却是极为不安。 因为, 安家的先辈与古镇坛主之间的恩怨, 虽然不像与一鸣风那样不死不休, 却也是无法化解的。 那对师徒越是强大, 则是让整个安家越发忌惮, 这样的敌人再是一天, 都足以威胁到安家的安危。 家主, 三宗大会即将召开, 只能占将古镇坛主, 一鸣风之士放到一边。 三天玉的资源对我安家至关重要, 不能因此分心啊, 一位安家长老劝说道。 赤分轻重缓急, 本作分得轻注赐, 安言宗平赴怒意, 徐徐开口, 正在这时, 一个身影快步进殿, 正是安家的管家, 看到管家出现, 大殿中的一群强者不禁皱了皱眉头。 上一次, 就是安家管家的汇报, 带来那对师徒的来历, 之后安家被勒索了天价的宝物, 损失惨重。 这一次, 可别又带来什么不好的消息, 同样的事情再来两三次, 安家就算家大业大, 也是吃不消的。 家主, 青莲山战营的秦末, 又一次前往古穷塔了。 安家管家公申道, 文言, 在场众人神情则是一松, 这虽然不是什么好消息, 却也不是坏消息。 五, 一老贼的弟子, 要再一次闯塔, 安言宗汉手, 浮现一丝冷笑, 极之难度的古穷塔, 这小子想要闯过第七层, 至少也要一年以上。 哼, 让他慢慢去闯, 说着, 安言宗挥手, 没有其他事, 就退下吧。 安家管家公申准备离开, 忽然想起一事, 笑道, 倒是有一个不错的消息, 忘了汇报家主。 随即, 安家管家取出一封信函, 逼承了上去。 哦, 绝都城上家家主的感谢, 安言宗打开信函, 眼睛一亮, 我安家弟子在南狱, 救了绝都城上家的嫡孙。 上家家主要在三宗大会上, 亲自向我安家表示感谢。 大殿众, 一众强者也是一愣, 继而纷纷笑了起来。 这个消息, 倒算是一个好消息, 总算让安家一群强者缓了口气。 我安家弟子果然出色, 运气也不错, 在南狱行动中, 救了绝都城上家的嫡孙, 这是好事啊。 安言宗微笑点头, 绝都城上家, 在这一天宗也是排得上前三的派系, 与安家在占天城的地位相差无几。 若是能借此机会, 与绝都城上家联盟, 安家在占天城的地位就会无比稳固。 随即, 众人开始讨论, 在三宗大会召开那天, 该如何壮大声势, 让外界明白, 占天城安家与绝都城上家的关系密切。 与此同时, 占天城, 古琼塔外, 秦莫身形连闪, 已是掠置古塔门前。 这波动好奇异, 是这座古塔散发出来的, 脚不停住, 秦莫注视着这座古塔, 上一次来此, 他并没有看出古塔外观有任何异状。 这一次则不同, 在他眼中, 这座古塔不再寻常无奇, 一圈圈奇异的波动扩散, 笼罩着这片区域, 与整座战天城袭袭相关, 却又是一个独立的建筑。 古琼塔果然与天格一样, 是一开始就构筑在天城基石上, 或许根本不是战天城的先辈们构筑的。 秦莫产生种种猜测, 目光由已, 将四周的景象映入眼底。 四周的一切, 与此前并没有两样, 但是, 却又有着明显的不同, 这种感觉很矛盾, 却又如此鲜明。 这就是圣者六世下, 所看到的万物吗? 秦莫难难自语, 想要适应这种感觉, 还需要一点时间。 与耳闻如是不同, 圣者六世看到的东西, 更加地植入本质, 而前者则是能够洞悉所看的每一个方面。 这两种探查并不冲突, 在机身圣者静后, 反而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使得秦莫的洞察力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 一切的所见, 所处, 所感, 都是那么的新鲜, 哪怕是同一件东西, 也呈现一种截然不同的情景。 时间也不早了, 床塔吧, 秦莫推开塔门, 身形模糊起来, 直接被传送到上一次的地方。 第六层, 依然是上一次消失的地方, 周围一具鬼兽的尸体还在那里, 散发着屡屡鬼气。 竟是上次退出的地方, 还以为会在不一样的地方, 这具鬼兽的尸体还没消散。 古琼塔难道也有气灵存在, 控制着这一切? 秦莫环顾左右, 不仅感到惊喜, 随即屏息静气, 圣者六世耳闻如是全力展开, 搜索四周的平原。 砰, 一刹那, 秦莫身躯震动, 一股无形波动迅速扩散, 他的身躯似乎一下子高大起来, 不断地膨胀, 如山岳一般为恶。 这是圣者六世, 耳闻如是双重作用的结果, 秦莫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仿佛将方圆百里之内的区域, 尽数纳入他的眼中, 任何踪迹都无所遁形。 第一三十四章六世之刃, 找到了, 这是一波鬼兽群, 全面提升的洞察力, 使得秦莫立刻找到了目标, 这是数量超过石头的鬼兽群, 就藏在猝石里外, 距离地面千米的地窟中。 这群鬼兽隐秘的天衣无缝, 一丁点鬼气也没有溢散出来, 难怪上一次闯到第六层, 秦莫搜寻了许久, 也才找到猝头鬼兽的踪迹。 并且, 上一次还是鬼兽主动攻击, 否则, 秦莫未必能够找到其踪迹。 圣者六世与耳闻如是配合, 其洞察力远远超过五圣级强者啊。 秦莫这般惊叹, 忽然有所发现, 另一边, 猝石里之外, 地底的那个洞窟中, 使猝头鬼兽与鬼念交流, 没有一丝声息发出。 洞窟中, 这些鬼兽皆是眯着眼睛, 他们的鬼念已是锁定了秦莫, 彼此在商量如何对付这个人族。 这些鬼兽形状各异, 有的如狼形, 有的如巨熊, 有的则如活尸, 周身弥漫着淡淡的鬼气, 充斥着这个洞窟。 古幽大陆的凶兽中, 鬼兽一向以凶残、 鬼秘、狡诈著称, 他们袭击目标往往都很谨慎, 会在一个出其不意的时机, 对目标发动绝杀的攻势。 现在, 在这些鬼兽看来, 这个人族很强大, 也很危险, 并不适合立刻发动攻势, 他们要慢慢等待。 突然, 其中一头狼形鬼兽摸了摸背部, 它感到一丝凉风吹过, 有些毛骨悚然。 随即, 这头狼形鬼兽自己都感到可笑, 它可是一头强大的王者净鬼兽, 且没有尸体, 如何会感到毛骨悚然。 正在这时, 一道无形的波动扫射而至, 如无形的利刃, 斩过地窟中鬼兽的躯体, 继而一阵阵鬼物爆裂开来, 这群鬼兽当即毙命。 一阵绝望的嘶吼传出, 地窟中再没有声息, 这群鬼兽致死也不明白, 它们是被什么击杀的。 这群鬼兽就这样死了, 如此不堪一击, 这, 原地, 秦末深周无形的波动已是变色, 呈现一种弹精涟漪, 如同水波一样, 朝着四周缓缓扩散。 这种弹精涟漪蕴含的力量, 既不是真焰, 也不是战焰, 亦不是剑魂之力, 而是秦末的六世与神魂之力的融合。 这是变魂术展现的威力, 秦末择舌不已, 在天格冲击圣境成功, 它是第一次展现真正的力量。 却是想不到, 仅是这一方面的威力, 就已与此前自己的实力不相伯仲。 压得, 变魂术注入六世, 形成无形之刃, 竟能发挥这么可怕的威力。 该死的小子, 华神卓若是给本湖大人, 但是六世之力就可以与五胜一战了, 银城也被吓到了, 他也很郁闷, 若是华神卓在他手上, 配合变魂术, 断神八法, 激发的六世之刃的威力更是难以估量。 这种六世之刃的威力, 无稽可循, 又有极大的杀伤力, 倒是对付鬼兽一类凶物的极佳手段。 随即, 秦末开始搜索鬼兽的踪迹, 六世扩散开来, 以自身为中心, 形成一个直径数百里的立体探查范围, 地底地面, 半空的一切鬼兽都无所断形。 扑扑扑, 六世之刃不断斩出, 将一头投鬼兽击杀, 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事实上, 以实力而论, 积身圣镜的秦末, 要对付王者镜的鬼兽太轻松了。 在之前未突破时, 他面对数投鬼兽的围攻, 或许还要耗费一番手脚。 现在, 突破圣者杖壁后, 若是与鬼兽正面交锋, 秦末甚至不需要出手, 仅以真厌的爆裂波动, 就足以击毙王者镜鬼兽。 当然, 前提是鬼兽会送上门, 与秦末正面交锋。 拥有六世之刃, 秦末则不需有此烦恼, 只要发现鬼兽踪迹, 心念一动, 六世之刃斩出, 就能将王者镜鬼兽利弊当场。 难怪说, 五至圣镜, 念动杀人, 却是如此。 秦末不禁感慨, 达到圣镜, 才真正明白圣镜与王者镜的差距, 但是圣者六世的存在, 就让五圣强者面对王者镜强者时, 有着巨大的优势。 当然, 传闻中说的五至圣镜, 念动杀人, 自然不是念动之间, 即杀王者镜的强者, 而是传说镜之下的武者。 秦末的这种六世之刃, 乃是一种特例, 并且, 也是针对鬼兽有着巨大的杀伤力。 若是患成人族, 或是拥有肉身的强者, 杀伤力就不会那么惊人。 不过, 秦末估算了一下, 六世之刃的十值杀伤力, 也足以击杀天境之下的强者。 若是神魂之力烧训, 天境强者也会被击杀。 一个时辰后, 150头王者镜鬼兽的数量达成, 这样的击杀速度, 还是秦末在适应新的力量的情况下, 放缓了速度造成的。 若是权力击杀鬼兽, 短短一刻的时间, 就足以击杀150头王者镜鬼兽。 古穹塔第六层, 达成, 去第七层吧, 一个通道出现, 秦末身形移动, 已是消失在其中。 通龙, 持骨狂风席致, 锁过之处, 岩石树木地面皆是成层层波脱之状, 一片荒芜的景象。 这里, 古穹塔第七层, 这是一片死级的大地, 在地面的尽头, 则是有一座山峰矗立, 犹如一根天柱, 直观云层之中, 也不知山峰的顶端通向何处。 这就是古穹塔第七层, 那是古穹天柱。 秦末的身形出现, 眺望前方的天柱般山峰, 他听萧雪晨提起过, 那是古穹天柱。 据说, 从第七层开始, 若想通往古穹塔的更高层, 则需要攀登古穹天柱, 才能登上第八层, 乃至更高的层促。 第七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相当于古穹塔的真正入口。 当在第七层的区域, 狩猎足够多的圣境凶兽, 古穹天柱周围的静置就会打开, 就能登上更高的层次。 第七层, 150头圣境猎物, 开始狩猎。 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与前六层的声音有些许不同, 秦末却又说不上来, 到底是哪里不同。 正在秦末微微疑惑时, 突然一道巨响传来。 轰, 前方的地面裂开一道缝隙, 墨绿火焰升腾起来, 一股墨绿岩将从地下喷出, 迅速凝固变幻, 化为一具猎犬般的凶兽, 墨绿眼睛直刺过来。 四周的空间立时燃烧, 惨绿火焰横空, 形成一圈圈绿色烟气, 将秦末困在其中。 古老, 邪恶, 森寒的力量弥漫, 那具猎犬跺步而行, 身躯不断膨胀, 达到小山丘般的体积, 其头颅上充满了森绿的极次, 如同荆棘长边一样垂落下来。 这是地狱猎犬, 地狱猎犬, 大爷的, 古穷塔第七层怎么会有这样的怪物? 秦末, 银城, 高矮子皆是震惊, 他们对于地狱猎犬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 这是出自地狱深处的可怕怪物。 传说中, 鬼族虽是从地狱深处中孕育而生, 最后通过地狱的裂痕, 才来到古幽大陆上。 但是, 这则传说中所提及的地狱深处, 只是世人对于地狱的了解太浅薄, 才会有这种说法。 事实上, 真正的地狱深处的界定, 需要由六道轮回之门来判断, 而地狱猎犬所来的地狱, 则是真正的地狱深处。 前世, 秦末在横穿黑雪沙漠时, 曾接近六道轮回之门, 感受过类似地狱猎犬的气息。 幸好, 这头地狱猎犬的力量被压制了, 传说, 一头成年的地狱猎犬的力量, 至少都是五尊的层次。 秦末这般庆幸, 幸好葛屁, 就算这头地狱猎犬的力量被压制, 其蕴含的地狱猎犬, 其可怕之处可没有减弱, 本湖大人的妖族圣火都被压制了。 该死的, 银成惊呼, 警告秦末一定要小心, 怎么也没想到, 古琼塔第七层遇到的第一个对手, 竟是如此可怕的地狱猎犬。 此时, 秦末等也想到了, 或许只有他会碰到这样可怕的凶兽, 因为这是极之难度下的古琼塔第七层。 第一三十五章真正实力, 砰, 地面出现一道惨绿光线, 地狱猎犬已是冲了过来, 他的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即使以秦末的圣者六世, 配合耳闻如是, 也只能捕捉到一道模糊的轨迹。 同时, 墨绿色的咽气侵袭而至, 使得秦末的神魂都有种灼烧的痛楚。 小心, 地狱猎犬对神魂的杀伤力, 就好像你小子的六世之刃对鬼物一样。 银城急声提醒, 一道沉闷的响声, 狂越地却见与地狱猎犬的利爪已是碰撞在一起, 双方皆是身躯狂震, 朝着后方击退。 东, 地狱猎犬落地, 四只蹄子绿燕翻腾, 将地面拾出四个坑洞, 他可怕的眼睛瞪视着这个少年, 发出诡异的咆哮。 秦末也是落地, 手腕一震, 缠绕佩剑的屡屡绿燕已是被震散。 地狱烈焰, 好可怕的力量, 即使是我的神魂也感到这样的烧灼疼痛, 若是换成其他五圣, 岂不是神魂会被焚烧殆尽? 要知道, 秦末的神魂之强刃, 远远超出同阶的五圣强者, 本身就拥有斗战圣体之身, 又修炼断神八法, 后又修炼变魂术, 再有化神灼护体。 饶是如此, 与地狱猎犬的烈焰正面碰撞, 秦末的神魂虽然没有受损, 但是, 依然感受到极大的威胁。 传说, 地狱深处的烈焰, 是一切神魂、 灵体的天敌, 看来却是如此。 正面碰撞如此危险, 那就换一个方式, 不被地狱烈焰碰到吧。 身躯移动, 滚滚战焰涌现, 迅速凝成一具虚身, 助力于寝末面前。 丁, 虚身躯止清淡, 一枚透明利刃出现, 弹动之间, 一圈圈虚空波动波散开来。 与之前相比, 这具虚身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变化, 只是在身体表面, 凝成了一层软甲般的护具。 搜, 虚身已是不见, 以一条直线的轨迹前冲, 却是如在虚空中穿梭, 明孽不定。 下一刻, 虚无之刃已是斩出, 砍在地狱猎犬的背部要害, 却是被绿燕凝成的燕甲挡住。 咔擦, 燕甲碎裂, 虚无之刃长驱直入, 贯穿了地狱猎犬的身躯。 吼, 地狱猎犬疯狂咆哮, 身形如垫, 与虚身缠斗在一处。 没有斩成两劫, 远处, 行莫对于这样的战果, 并不是太满意。 本以为虚无之刃斩出, 足以将地狱猎犬斩成两半, 想不到地狱猎犬凝成的甲咒如此坚韧, 生生泄去了这一斩五成的力量。 你小子就知足吧, 达到圣境后, 虚拨流光的杀伤力至少提升了两倍, 并且与虚空彻底融合, 斩中目标甚至不会遭到反振。 若是换成你的本体, 连地狱烈焰的甲咒都未必能冻穿。 银城咧嘴反驳, 若是能够修炼战主杀法, 他一定会不惜一切地去修炼。 秦莫微微汗手, 狐狸说得没错, 修为达到圣境后, 宁须顺欲杀第三境的真正威力也是显现出来。 虚身的杀伤力大幅提升, 仅是一个方面, 最可怕的一点, 则是虚身攻击之时, 与虚空融合, 斩中目标时, 能够将反振之力导入虚空, 不会遭到一丝力量的反噬。 这种提升, 才是虚身的真正可怕之处。 再是是剑道方面的提升, 拇指一推剑恶, 狂越地却剑已是出窍, 剑是连转, 瞬间九转达成, 万地斩龙爵已是斩出。 通龙, 沛然墨欲的剑光斩出, 如同山月盖顶, 静止斩在地狱猎犬身上, 将之轰飞出去。 吼吼, 这头地狱猎犬暴怒了, 围攻压制一直是地狱生物擅长的方式, 现在却发生在他身上, 这是身为地狱身处存在的耻辱。 剑道方面的提升很小啊, 除了修为突破带来的提升, 剑魂之力, 剑道造诣提升甚至不足三成。 晴末有些失望, 突破圣境后, 六是战主杀法方面的提升, 足足是一倍有余, 而剑道方面却是只有三成不到。 其实, 晴末也是清楚, 他的剑道方面早已达到瓶颈, 需要剑魂彻底凝成, 才会发生飞跃。 差不多了, 先解决这头地狱猎犬, 还有149头圣境猎物要猎杀呢? 思绪已定, 晴末尝欲一口气, 身躯移动, 挥剑连斩。 机身圣境之后, 本体与虚身终于能够同时出战, 他要尝试一下, 双体同战时, 到底能给自身带来多大的提升。 翁, 冰, 两道清脆的冥想传出, 虚无知任与剑光交错而过, 将地狱猎犬的身躯斩成四块。 呼, 残绿火焰生腾, 这头地狱猎犬又恢复了原样, 朝着晴末的本体急冲而去。 还能这样复原, 杀不死麻, 晴末一争, 六世一扫, 已是明了, 这头地狱猎犬的气息比之刚才, 要虚弱了许多, 再将之斩杀几次, 应该就会彻底死去。 清晨, 占天城的内城, 一凡往常的宁静, 变得热闹起来。 从黎明时分, 就有一波波强者进入内城区域, 这是其他两大天宗原本在外城的队伍。 其中也有来自其他势力的爵士强者。 三宗大会, 能够出席的不仅是三大天宗的高层, 其门下的精英弟子也能参加。 只不过, 必须要等到大会开启的当天, 才能够进入内城。 至于其他强大势力的高层也是一样, 五尊以下的强者受到邀请, 也是只有在大会开启当天, 才能够进入内城。 朝阳东升, 照耀着内城区域, 在每一个角落出现的强者, 都可能是王者镜之上的顶尖强者。 毫无疑问, 这是一场盛会, 在古幽大陆的历史上, 这样的盛会也是极为罕见, 别说是一个时代, 即可时代也未必会举办一场。 内城中央, 偌大的广场上, 早已搭建起一座座华丽的平台, 三大天宗的高层一一出现。 平台下方, 聚集着众多强者, 不时传出振振惊呼。 这些强者患在其他地方, 都可谓是首屈一指的大高手, 引人注目的天才等等, 但是, 在这里却算不得耀眼。 唯有能够登上广场的平台, 才是三宗大会上, 真正万众瞩目的存在, 唯有三大天宗的真正高层, 才有此资格。 此时, 其中一座平台上, 安家数位爵士强者端坐齐上。 三宗大会就要开始了, 其末那小子有消息吗? 从古琼塔中出来了没有, 这座平台上, 安言宗端坐在首位, 传音询问左右。 旁边, 一位虚法泛黄的老者笑了笑, 缓缓道, 家主也太高看那小子了, 才进入古琼塔不到四天, 在极之难度下, 是否闯过第六层都不好说。 那小子现在出来, 只会是丢人现眼, 不如待在里面, 花个一年半载的时间, 闯过古琼塔第七层再说。 太上护法说得极是, 安言宗为孝汉首, 对于这老者很尊重, 这位虚法泛黄的老者, 正是安家的老祖宗之一, 安华元。 这一次三宗大会, 三大天宗的每一个派系都很慎重, 必须展现足够强的实力, 才能得到其他势力的认可。 安华元身为安家的最强者之一, 武智主敬, 自然也要出席, 坐证安家的这座平台。 周围, 安家其他强者也是纷纷附和, 他们很赞同安华元的说法, 秦末若不能以少年首领的身份, 参加这一次的安宗大会,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换做是他们, 也会干脆待在古琼塔, 闯过第七层再出来。 毕竟, 占天城的古琼塔也相当于修炼重地, 平素其他势力想要进入其中, 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一三十六章朱雄云集, 当当当, 钟声响起, 悠扬不停, 这是占天城的引兵之中, 代表有天宗的首领及强者进入广场。 此时, 内城广场一端, 一群身影行来, 为首的正是彭院守。 此周, 无数双目光聚焦过去, 人群自动分开, 让出一条道路, 对战天城这位元老表示敬意。 战天城的盖世强者中, 彭院守的地位一直很特殊, 并不属于任何派系, 身为内城的院守, 一直负责指点后辈的修炼。 可以说, 如今战天城的终生代强者, 都曾受过彭院守的指点, 也使得其威望之胜, 仅次于如今的战天城主。 哼, 彭院守, 这个老不死的, 修为又精进了。 太上护法安华元冷恒一生, 却是有着浓浓的忌惮, 在场安家的强者们脸色阴沉, 安家与彭院守之间一直是对立的, 因为, 彭院守与易明峰之间, 喜日的交情相当不错。 这些年来, 安家在占天城的势力遭到压制, 其中有一部分原因, 就是彭院守的存在。 此人在内成一天, 我们安家中难有打开僵局之日。 安言宗漠然道, 正在这时, 又是一阵钟声响起, 半空中一片剑光闪烁, 一道道身影欲见横空, 一群剑客极略而至, 落在广场的一角。 那是, 占天城最年轻的首领, 萧庄萧雪城。 传闻, 他闯过了占天城的天官百众, 被占天城主, 剑阁之主一起联名, 破格提拔为剑阁的长老。 剑阁长老, 那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据说这位爵士建守在不久前, 闯过了古穷塔第七层, 直接跻身占天城首领之列, 如今已是剑阁的代格主。 广场上, 响起一阵热切的议论, 一双双炽热的目光看像是这群剑客之首, 那是一位带着白纱斗笠的银袍女子。 这一段期间, 若说三宗大会上, 被议论最多的强者, 除去三大天宗之主外, 就是这位红颜天剑萧雪城。 从一年前, 萧庄回归占天城, 到闯过天官百众, 再到闯过古穷塔第七层, 这位剑道奇才崛起的轨迹, 如同流星一般的耀眼。 何况, 外界还盛传, 萧雪城不仅剑魂天生, 拥有无与伦比的剑道资质, 其容貌亦是倾国倾城, 乃是占天城无数门人倾慕的对象。 萧雪城, 广场的一角, 占天城弟子的休息区, 安静凝视着纳白沙银袍的倩影, 衣袖中的鲜手不自禁握紧。 一年多前, 他带着安家的弟子前往萧庄, 本意是想强行结下萧雪城与安家的婚事。 之后, 联姻虽是未成, 安静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在他看来, 就算萧雪城天资绝宴, 回归占天城之后, 受到占天城高层的重视, 却也并没有什么, 撼动不了安家分毫。 毕竟, 安家是何等的庞然大物, 就算没有占天城的所在, 安家也是相当于一品后补势力中的佼佼者。 一个年轻的天才, 想要撼动安家, 就算再过百年, 甚至数百年, 也是难以达成。 就算是彭院守, 从上一纪元至今, 再占天城是何等的位高权重, 也只是能钳制安家, 并不能撼动安家的根基。 然而, 事实却与安静预想的截然不同, 确切地说, 是天壤之别。 短短一年, 肖雪晨已是占天城年轻一辈第一人, 剑格戴格主, 最年轻首领之位, 都是在彰显他无与伦比的天资。 而肖雪晨没耀眼一分, 安静都要遭受安家的责难, 因为当初前往肖庄提亲, 就是由安静负责的。 为什么, 与他的差距会如此悬殊, 安静很不甘, 一直以来, 他都是安家的明珠, 是天之交女般的存在。 但是, 他引以为傲的过往, 与肖雪晨这一年相比, 则什么都不是了。 突然, 一个气度灼然的青年出现在安静身侧, 眼角于光斜避着他, 充斥着不屑和怒意。 这青年正是安家年轻一辈的领军人物, 安绍凯, 在一年前, 唯一能够凌驾安静的爵士天才, 现在彼此的地位更是悬殊, 已是无法比拟。 哼, 若是一年前, 你将这桩婚事达成, 肖雪晨就是我的人, 也是安家的人。 何至于出现这样的境况, 成是不足败事有余的贱人。 安绍凯传英, 冷冷呵斥, 安静俏脸历时变色, 泛起陀红, 却是羞怒知己所致。 里的人, 安绍凯, 凭你的几斤几两, 能够驾驭住肖雪晨这样的女子吗? 你若有底气, 自行去追求肖雪晨, 来寻我撒什么气。 安静冷言讥讽, 虽然他在安家的地位大不如前, 但是, 他依然是安家年轻一辈手去一指的天才, 安绍凯还无法真正奈何得了他。 安绍凯冷笑两声, 转身离去, 朝着安家的平台走去。 身为安家年轻一辈的第一人, 他是有资格登上平台的, 这也是一种身份的体现。 本来登上家族平台的, 应该是我, 安静美眸跳动狂乱之色, 充满了愤恨。 他真的是恨, 一年多钱在萧庄, 若是能将这庄婚事达成, 他的地位就能与安绍凯并驾齐驱。 然而, 萧庄发生的一切, 则是让他的计划悉数落空。 都怪秦莫娜的小子, 若不是他在萧庄, 当时的事情还有转机, 哼哼, 听说他在闯谷穷塔第七层, 极知难度下的第七层, 他不知能不能生还。 安静心中生出恶毒的思绪, 这一年来, 秦莫在青莲山崛起的消息, 也是令他无比震惊, 初次闻时都是难以置信。 他曾在许多个夜晚行转, 后悔不已, 后悔没有在萧庄时, 就将这个少年扼杀。 否则, 单凭抹杀秦莫的功劳, 也不知被家族如此冷落。 与此同时, 广场另一边, 萧雪晨与彭愿守的两波队伍会合, 两人并肩而行。 理这丫头, 一点不懂得尊师重道, 还敢于本座并肩而行, 不知道要落后一步, 已是尊敬吗? 彭愿守吹胡子瞪眼, 眼中确实有着宠溺的笑意。 修复天成基石这事, 我还没找彭愿守你要报仇, 想要脸面可以, 先把报仇付了。 萧雪晨浅笑, 信悦着回应, 彭愿守顿时语色, 修复天成基石这事, 他连夜找上萧雪晨, 许了种种好处, 才让他出面, 劝说那对师徒出手。 事成之后, 彭愿守历时闭门谢客, 谁都不见, 却是想将许下的好处赖掉。 现在被萧雪晨当面讨要, 彭愿守哪里还会提尊师重道, 让他落后一步都会愿意。 毕竟, 之前许下的好处, 每一件都是价值连成, 若是放下些许脸面就能赖掉, 彭愿守高兴还来不及。 就知道彭愿守你想赖账, 这报仇啊, 到时就让阁主来找你慢慢算吧。 萧雪晨这般说着, 却是扶着彭愿守前行, 行后被弟子的礼仪。 这情景, 落在周围人群眼中, 历时响起一片赞叹, 称赞赞天成这位绝代天才实士懂得尊重师长。 彭愿守却是暗中叫苦不已, 让剑阁阁主那臭不要脸的来要账, 他如何吃得消? 不行, 带会一定要借机溜走, 等到三天玉开启再出现, 不能被剑阁阁主找到。 彭愿守有了这个决断, 正在这时, 一阵阵天中再次想起, 两波队伍相继出现, 朝着广场上的平台行来。 其中一支队伍, 皆是容貌绝色的女子, 鸟鸟而行, 如一朵朵莲花绽放, 令得周遭的景物都明亮起来。 围守的一名女子, 郊区恶魔摇曳, 带着一张面纱, 却是风华绝带, 仅是看上一眼, 就在南疆目光一开。 青莲山莲池的十三物主, 这一次莲池领队的竟是他。 彭愿守惊怡一生, 很是意外, 第一三十七章会前变故, 十三物主, 三宗大会的开启, 三大天宗都非常重视, 宗门内每一派系派出来的强者, 皆是该派系首屈一指的强者, 足以代表这一派系。 青莲山三支之一的莲池, 竟是十三物主领队, 这让在场战天城许多强者感到疑惑。 毕竟, 这样的盛会即使莲池之主不能轻致, 也该是派莲池前五的物主前来。 你们懂什么, 你们以为这十三物主, 在莲池中的实力就排在第十三位吗? 以实力而论, 十三物主至少排在莲池前五。 不过, 彭愿守微微皱眉, 露出惊异而疑惑之色。 周围, 占天城一众弟子皆是吃惊, 实力在莲池中排在前五, 为何会是十三物主? 据他们所知, 青莲山莲池的物主顺序, 不该是按照实力来排马。 此时, 十三物主领着一群莲池门人, 已是走了过来。 彭愿守, 十年未见, 明月发龙马精神了。 十三物主微微行礼, 对彭愿守有着相当的尊重。 十年前, 彭愿守曾拜访青莲山, 给过他指点, 让十三物主突破了瓶颈。 这件事情, 让十三物主一直心存感激。 李这丫头, 竟然真的, 彭愿守眼中光芒一闪, 吃惊闭瞪大眼睛。 别人或许发觉不了, 但是, 彭愿守修炼特殊的童树, 自是察觉到十三物主的实力变化。 十年前, 彭愿守指点十三物主修炼时, 曾经预计这位莲池的爵士奇才在十年后, 很可能跻身半步无主的层次, 在百年之内, 应该可能突破到无主境界。 这样的突破速度, 已是堪称神速, 要知道, 从五尊到无主境界, 已经不是一道天欠鸿沟, 而是难以愉悦的避障。 即使是旷世奇才, 能够在百年之内, 从五尊巅峰迈出一步, 达到主境, 都是无比神速的修炼速度。 可是, 在彭愿守的童树探查下, 他则是发现, 十三物主已经达到无主之境。 并且, 十三物主身上的契机, 内敛如丹, 沉稳如盘, 分明是无主境界无比稳固的征兆。 连池出现了一位新的无主, 并且, 还是此前, 连池最杰出的天才, 这个消息若是传出去, 则会引起战天城, 绝都城的震动。 要知道, 连池在青莲山的地位举足轻重, 甚至比安家在战天城都有有过之。 千年来, 连池一直没有新的无主出现, 这是一派势力开始衰落的迹象。 现在, 十三物主突破至主境, 且这位角色女子 何等年轻, 在连池只能算是终生代。 这无疑标志着连池的心上, 一瞬间, 彭愿手想到了许多, 连池之主此次派十三物主领队, 其用意则是不言而喻。 正在思量时, 一阵大笑传来, 另一支队伍走了过来, 为首的是一位气度如山的老者。 哈哈哈哈, 彭愿手, 一甲子未见, 你越发精神了。 那老者笑着走来, 上老头, 你也是一样, 老当义壮, 彭愿手笑着回应, 相当客气, 这位气度如山的老者, 正是绝都城上家家主上正风, 他与彭愿手在三千年前的千年之战中, 曾经并肩作战过, 交情相当不错。 你这老头, 不是一直在绝都城隐居, 将上家事物都交给后辈了麻。 怎么这一次, 会亲自来我占天城, 彭愿手笑骂道, 千年之前, 上正风就已不管上家的大小事物, 只挂了一个家主的名头。 也是上家千年来人才辈出, 即使新盛, 他才会有这样的举动。 这一次不一样, 你们占天城的弟子, 救了我的曾孙, 本作字是要亲自来感谢的。 上正风笑着说道, 占天城的弟子, 救了上家的曾孙, 在场众人都是有些好奇, 想知道其中的经过, 上正风则是笑着简单说了一遍。 原来, 在南玉紫砂堂的地牢, 上善非获救之后, 与其师姐却是不知道救他们的人的来历。 之后, 在占天城中, 上家的弟子则是了解到, 安家门人曾围剿紫砂堂, 并得到了安家的嘉奖。 由此推断, 救下上善非的那群强者, 十有八九十安家的门人。 安家, 彭愿手皱了皱眉, 嗅到一股子不寻常的气息。 善非, 来, 拜见彭爷爷, 上正风笑着, 从队伍里拽出一个孩童, 正是当日紫砂堂地牢中的上善非。 拜见彭爷爷, 上善非行礼, 灵动的眼睛却是贴向萧雪辰, 十三物主, 如此清诚角色的两位女子, 任谁都想要与之亲近。 彭愿手, 走, 一会儿与安家家主相见, 你也一起, 咱们好好聚一聚。 上正风笑道, 彭愿手微笑汉手, 确实相当不情愿, 老友的曾孙或旧, 他自是为之高兴的, 但是, 安家若是与上家结盟, 则是彭愿手不愿见到的。 寒暄几句, 四肢对五并行, 朝着前方的平台区域走去。 李氏嚣装的萧雪辰, 十三物主忽然传音, 是, 想不到十三物主知晓我的名字。 萧雪辰微微一愣, 旋即传音回应, 本座听秦莫提起过, 那小子骨子里骄傲的景, 他可是从未夸赞过一个同辈。 李氏唯一的例外, 十三物主微微汗手, 萧雪辰美眸微动, 透过斗笠的白纱, 端详着与他毫不逊色的爵士女子, 不禁是有些好奇。 他对秦莫也相当了解, 却是知晓, 能让那少年在一个女子面前, 提及另一个女子, 关系必定匪浅。 于是, 两个清晨女子对望一眼, 却是错开目光, 在未有所交集。 当当当, 隐冰天中的声音不断响起, 不时有个方强者率众而来, 令得整个内城, 乃至整个战天城都无比热闹起来。 内城, 外城的一条条道路上, 竟是充斥着涌挤的人潮,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一次三宗大会的召开, 古游大陆会有这么多强者前来。 在街头巷尾, 不时看到顿时已久的强者身影, 也让许多人嗅到了巨变来临前的异样气氛。 临近正午, 内城广场的平台上, 三大天宗各个派系的强者们陆续赶来。 趁着一个空隙, 安家的平台上, 上正风带着上扇飞, 与安家众强者相见。 严宗家主, 早就听说你是一代雄才, 今日的剑, 果是名不虚传。 上正风大笑, 与安家众人纷纷见礼, 哪里, 哪里, 与上家主相比, 本座只是晚辈。 彭院守, 正风家主都是本座的前辈。 安言宗笑着拱手, 即是热情, 以辈分而论, 上正风与彭院守是同辈, 在座安家众强者中, 就算是太上护法安华元也要低上一辈。 周围, 在座的安家众强者皆是笑容满面, 看向彭院守的目光中, 都是有着一丝言语。 上正风拖着彭院守前来安家平台, 后者想必是万分不情愿的, 只是出于地主之谊, 又不想安家与上家过分亲密, 才无奈前来。 可惜, 无论彭院守如何不情愿, 这一次安家与上家的结盟, 则是十有八九会成功。 有着安家门人就下上善非的恩情, 若是安家再愿意许以重力, 上正风也是一代雄才, 自是不会拒绝。 哼哼, 姓彭的, 你这老匹夫使尽手段, 压制我安家这么多年, 这一次, 老夫就当众让你来当两家结盟的见证人。 到时看你是什么嘴脸, 太上护法安华元看着彭院守, 脸上浮现一丝冷笑。 第一三十八张古塔一照, 安家的平台上, 上正非与安家众强者相谈甚欢, 甚至由安言宗作主, 让安家年轻一辈第一人安少凯与上善非结为异性兄弟。 旁边, 彭院守的脸色则是越来越难看, 他已是明白安家的用意, 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 争取到上家这的盟友。 彭院守, 您在我占天成德高望中, 绍凯与善非这两个孩子结为异性兄弟, 就由您来主持吧。 太上护法安华元笑着说道, 三宗大会即将开始, 不如择日吧, 彭院守脸色有些泛黑, 想要拖延一段时间, 让他主持见证安家与上家的结盟, 那比吞了苍蝇还难受, 无论如何彭院守也是不愿意的。 哎, 彭院守, 话不能这样说, 上正非确实兴致很高, 笑道, 趁着三宗大会期间, 善非与绍凯这两个孩子结为异性兄弟, 才是一段佳话麻。 礼就别推辞了, 话音落, 在场安家众人纷纷道好, 各种奉承之语叠出, 疯狂吹捧彭院守。 安家这帮混蛋, 彭院守心中恼怒, 很想拂袖而去, 却是考虑到大庭广众之下, 这样的举动实事不妥。 正在这时, 上山非四处张望, 督着嘴说道, 祖爷爷, 那天就下我的那位大哥哥, 为何没有来? 我当时还没来得及感谢呢, 这一次来战天城, 上山非的真正目的, 就是想再见一见那位大哥哥。 当日在紫砂堂地牢中, 秦末给这孩童留下的印象, 实在太深刻了, 那样的年少, 却又那么强大, 又那么神秘, 令上山非非常崇拜。 在上山非的心目中, 绝都成年轻一辈中, 能够比得上秦末的年轻天才, 根本一个也没有。 就算是眼前的安绍凯, 上山非觉得也比那位大哥哥差许多, 不明白为何安家年轻一辈第一人会是安绍凯。 文言, 在场安家众强者一愣, 旋即欣然笑起来, 皆称赞上上山非秉性淳厚, 懂得感恩。 将那几个小子带过来, 安言宗吩咐管家, 一旁, 彭愿手的脸色越发难看, 看来安家与上家结盟之势, 已是无法改变了。 哼, 安家倒是有些气韵, 让门下几个小辈救了上山非, 或许, 安家的武运不绝, 数千年来本作如此彻肘, 依然无法彻底打压这颗毒流。 彭愿手心中暗叹, 颇是无奈, 片刻, 安家管家带招数明安家弟子赶来, 登上平台, 与上山非相见。 这促明安家弟子, 正是那夜在紫砂堂总坛外, 出现的那群安家武者。 他们是谁? 上山非瞪着清澈的眼睛, 诧异问道。 在场众人皆是一愣, 这促明安家弟子也是脸色连变, 安管家带他们匆匆前来, 并没有多说什么。 现在, 看到上世祖孙, 这促明安家弟子莫名有种不祥的预感。 此时, 狂愿手心中一动, 微笑道, 山非小娃娃, 这几个小子就是当日在紫砂堂总坛, 将你从地牢救出的人啊。 你不认识了吗? 怎么可能, 上山非撇嘴, 我压根就没见过他们, 就下我的大哥哥比他们年轻多了, 也厉害多了。 顿时, 这促明安家弟子脸色刷得惨变, 安管家找他们过来, 竟是关于南欲紫砂堂总坛剿灭的事情, 这里面可是有太多题不得的猫腻啊。 那一夜, 紫砂堂总坛覆灭后, 这群安家弟子返回战天城, 就买通了安家指示, 领了下一份奖励。 在他们看来, 这是白的的功劳, 不领白不领。 前些天, 安家高层更是因为此事, 又重重嘉奖了他们, 使得这群安家弟子非常的易。 毕竟, 一份白的的功劳, 后续多了这么多的嘉奖, 这等于是天上掉线饼的事情。 在他们想来, 是因为三宗大会开启在即, 关于黑雁的种种踪迹, 一旦发现就会给予重赏, 所以, 才会得到家族这么高的嘉奖。 至于其中, 是否还有其他的曲折, 这群安家弟子不想去深救, 也不愿去深救。 毕竟, 他们实则什么都没做, 真相若是曝光, 他们的下场可是不太妙。 现在, 上善非的这番话, 则是让这群安家弟子, 子们明白, 当夜在紫砂堂总坛, 竟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哦, 原来就下扇飞娃娃的, 是另有其人。 彭怨首浮现笑容, 很是开怀, 想必, 是你们安家其他的天才弟子, 那夜在南遇紫砂堂总坛, 还有那些安家弟子在场, 都叫过来认一认吧。 安言宗, 安华元等安家强者皆是脸色冰朗, 到了此刻, 他们哪里还不明白, 这群安家弟子虚报了功劳, 关于南遇紫砂堂总坛的剿灭, 根本就没有这几个混账弟子什么事。 旁边, 上正非也是白眉皱起, 很事不悦, 他也大致猜到事情的真相。 对于安家的认知, 历史极是厌恶, 单看安家这群弟子的所作所为, 就可想而知, 安家高层是什么秉性。 通隆, 突然, 阵阵战动传来, 令得广场上无数强者皆是惊恶。 这种战动, 并不是来自地面, 也不是来自虚空, 而是来自四面八方, 仿佛整个战天城都在战动。 战天城会战动吗? 凡是战天城的强者都会给予一个肯定的答案, 不可能。 构筑在天城基石上的战天城, 等于是有着一众众圣级大战防御, 经历漫长岁月, 都不曾被撼动过。 何况, 前些时日, 天城基石的阵纹被修复了一部分, 使得整座战天城的防御越发固若惊汤。 会有这种战动, 只有一个原因, 震动来自于天城基石, 使得整个天城中的强者感到巨城都在战斗。 怎么回事, 那里, 看那里, 那是什么, 那个山丘上的古塔在发光, 那是战天城的古穷塔吗? 很快, 战天城中的人群发现了震动的来源, 在这座巨城的一处山丘上, 一座古塔竟是在绽放光辉。 熟悉战天城的强者都清楚, 那是古穷塔, 是战天城的一处境地。 不过, 古穷塔会发光, 确实先少有人听闻, 许多战天城的门人也很莫名, 他们固然知道古穷塔, 确实不知道这座古塔会发光。 这是, 彭愿手豁然起身, 脸上有着难以置信之色。 彭愿手, 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古穷塔吧, 这座古塔为何绽放光辉? 上正非这般询问, 身为绝都城的盖世强者, 他自是知晓这座古塔, 那是战天城地子极重要的魔力之地。 不过, 上正非确实不清楚, 为何古穷塔会发光, 这是从未听闻过的, 难道关乎到战天城的某种绝密? 呼, 彭愿手却是护地转身, 目光直辞安岩宗, 冷笑道, 古穷塔为何会发光? 这件事情, 本座倒是要问问安岩宗家主了, 开启古穷塔极之难度, 内成高层净是毫不知情。 现在, 古塔第七层被闯过, 你们将我占天城的脸面置于何地? 嗯, 说到最后一句, 彭愿手已是极言力色, 身上腾起一股股可怕的波动, 令人窒息。 在场安岩宗强者脸色奏变, 皆是难看之极, 古塔绽放光辉, 是在极之难度下, 闯过古穷塔第七层以上, 才会出现的异照。 若是在贫宿, 足是足以让战天城高层沸腾的大喜事, 代表着宗门有绝世人物横空出世。 但是现在, 情况却是截然相反, 因为安岩宗人很清楚, 闯过古穷塔第七层的人是谁? 第一三十九章占天城主, 占天城, 内城, 城主府, 通龙, 城主府内, 一座大殿的门开启, 一个身影徐徐走出, 整个虚空为之一案, 仿佛是黑夜降临。 一股股漆黑如墨的光焰环绕, 在这个身影周围盘旋, 地面虚空都呈现一种扭曲模糊的迹象。 这种漆黑的光焰, 与鬼族的黑气, 黑焰的邪恶气息截然不同, 是一种纯粹的暗之力, 充斥着这片空间, 令得虚空呈现崩溃的景象。 恭迎城主出关, 大殿门口, 数位长老迎了上来, 恭敬行礼, 迎接如今战天城的最强者, 战天城主。 诸位镇守城主府, 辛苦了。 咦, 战天城主忽有所觉, 看向远方, 那里古穷塔正在绽放光辉, 无比夺目, 仿佛天空出现了第二个太阳。 古穷塔极之难度, 有人闯过了第七层。 是谁, 雪城那的丫头吗? 战天城主低沉询问, 语气中却是有着一丝喜悦。 这一年来, 萧庄萧雪城回归战天城, 时时给战天城主带来巨大的惊喜。 萧庄这一代的传人, 时时一位绝世奇才, 见到天资矿古绝经, 几乎可以断定, 二十年, 或是十促年后, 萧雪城就会成为战天城又一位盖世强者。 若说战天城中的年轻一辈, 谁能闯过古穷塔极之难度下的第七层, 非萧雪城莫属。 不过, 不久前, 萧雪城却是已经闯过古穷塔的第七层, 并没有选择闯极之难度。 在场数位长老脸色连变, 互相交换眼神, 却是不敢隐瞒, 将他们刚刚得到的消息尽数到处。 哦, 青莲山战迎秦末, 明风的弟子麻。 战天城主听完这一切, 却是很平静, 安岩宗买通了戒律店, 想阻止那少年以少年首领的身份, 来参加此次的三宗大会。 说起来, 秦末这小子确实太年轻了, 还差一点才到二十岁吧。 真的是少年首领啊, 在场数位长老公身, 却是不敢揭枪, 他们深知战天城主的脾气。 略是这样平静的时候, 越可能是其怒意滔天的时候, 当然, 也可能战天城主此刻真的很平静, 并未将这事放在心上。 身为战天城的首领, 第一强者, 这位存在的心思, 与其实力一样难以测度, 谁也不知战天城主此刻在想什么。 在这件事上, 到底是持怎样的态度。 这些事情, 荣厚在意, 三宗大会即将开始, 等大会结束后再说。 战天城主挥秀, 他的身影开始消失, 一片黑暗光辉涌动, 已是彻底消失。 砰砰砰, 古穹塔第七层, 中央位置, 那座直观云霄的山峰正在发光, 这也是这座古塔为何发光的原因? 当然, 身处在第七层的秦墨, 现在是不知道外界的情况的。 一处盆地中央, 秦墨住立在那里, 周围是石簇头鬼兽, 地域猎犬, 以及海谷尸怪的残骸。 击杀这些凶兽的数量, 恰好是150头的树木, 达到闯过第七层的标准。 此时, 那座发光的山峰中, 一道道波动传来, 如同是一种强烈的呼唤, 回荡在秦墨耳边。 这是让我继续闯第八层吗? 秦墨紧了紧握剑的手, 某种赤裂的战役逐渐练去, 心眼移动, 不远处的虚身也是呼的消失。 古穹塔第八层, 暂时是闯不了的。 极之难度下的第七层, 秦墨耗费了近三天的时间, 才击杀了150头猎物。 这一层的对手都很可怕, 也很难缠, 无论是地狱猎犬, 还古尸怪, 还是鬼族中罕见的凶物物眼等等, 这些圣境凶兽都是无比狡诈, 也无比强大。 以秦墨的实力对付一头圣境凶兽, 并不困难, 并且相当轻松。 但是, 当第七层的凶兽意识到, 秦墨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这些凶兽就开始聚集在一起, 成对成对地开始偷袭。 这样的情况, 使得秦墨陷入苦战, 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围攻中, 发现他现在哪一方面有所不足。 修为方面, 秦墨的真艳固然无比浑厚, 在圣境出奇的强者中, 堪称是雄魂无双。 但是, 面对圣境凶兽的疯狂围攻, 九战之下, 秦墨的真艳依然无以为继。 这三天来, 每次激战两个时辰, 秦墨就必须突围, 密地调席恢复。 在战主杀法方面, 宁须顺欲杀第三境的虚拨流光, 秦墨固然能够做到, 本体与虚身同时出战。 但是, 这样的状态无法持久, 只能持续半个时辰, 体内的战焰就会枯竭, 需要三到四个时辰, 才能够恢复到全胜时期。 至于剑道方面, 秦墨则是最不满意的, 这一年来, 剑道陷入瓶颈, 一直进步甚为。 突破圣境之后, 也没有时间经验剑道, 使得秦墨的剑道杀伤力 比之一年前, 并没有墙上多少。 幸亏, 深居斗战圣体拥有变态的恢复力, 并且, 变魂术恢复神魂的速度极快, 在有暴体天弓, 血气沸腾等杀手锏, 才使得我在猝刺险境中, 能够杀出重围。 秦墨在反省, 这三天来的交战, 使他迅速认清了自身存在的缺点, 也看到了突破圣境后, 该专注于哪一方面修炼。 剑道的修炼, 一年多前, 秦墨的剑魂, 剑道造一阶达到了瓶颈, 主要是受限于修为境界, 无论是他的剑魂凝聚, 还是圣极剑技, 都需要达到圣境才能真正开始修炼。 这三天的战斗, 秦墨深切感受到, 在持久的战斗中, 他武学的杀伤力还是有相当的欠缺。 战主杀法变魂术的修炼进度都很缓慢, 接下来该惊严剑技, 迅速提升战斗的杀伤力了。 秦墨心中有了决断, 抬头又看了看发光的山峰, 那强烈的波动并未停止, 反而越来越强。 可是, 他很清楚, 古琼塔吉之难度下的第七层, 他闯过的都是相当艰难, 更不用说第八层。 吉之难度下的古塔第八层, 需要武尊敬的盖世强者, 才有资格去闯。 饺子, 该离开了, 第八层就别想了, 三宗大会也应该开始了。 银城这般催促, 秦墨点头, 转身而去, 朝着那座山峰的反方向飞略, 那里有着一道光门, 是离去的通道。 通龙, 古琼塔前, 当秦墨的身形出现的那一刻, 这座古塔的光辉随之收敛。 古琼塔在发光, 与第七层的山峰一样的光辉, 秦墨也注意到这一情景, 有些诧异, 随即, 阵阵中声传来, 那是占天成的隐兵天中, 回荡在整个巨城上空。 看起来三宗大会还没开始, 我出来得很及时。 秦墨看向内城的方向, 看到内城广场上人潮汹涌的景象, 他身躯一晃, 已是消失在原地。 呼, 一股天地之力的波动荡漾, 秦墨在出现时, 已是在内城的广场边缘。 老统领, 林副统领, 不远处, 秦墨看到一支队伍出现, 正式战营的队伍, 由老统领亲自带队。 此时, 老统领等人也发现了秦墨, 一行人皆是一愣, 旋即露出惊喜之色。 秦墨, 若林目光连闪, 却是难言喜悦。 刚才, 古琼塔绽放光辉的异状, 已是传遍了整个战天城, 战营等强者自是首先想到了秦墨, 因为这少年还在传古塔, 尚未有消息。 现在, 秦墨会出现在内城, 则是说明这少年时有八九, 已是闯过了古琼塔第七层。 李这小子, 还不过来, 老统领探守一招, 佩然墨玉的力量卷出, 想将秦墨直接射过来, 却是遭到极大的阻力, 竟是一时射拿不动。 顿时, 老统领先是一惊, 随即欣喜莫名, 他感到秦墨的修为已是突破, 达到了圣者境界。 老统领, 诸位统领, 我来晚了, 抱歉, 秦墨已是走过来, 躬身向诸位师长问好。 战营一群强者露出笑容, 继而大笑出声, 无比快意。 他们都是明白, 既然秦墨出现在内城, 再加上古琼塔刚才的一招, 这少年首领的封号已是跑不掉了。 第一三二十张雷霆战煞, 那个大哥哥, 是他, 就是大哥哥救我的, 安家的平台上, 上善飞高呼, 想要从爷爷上正飞身边窜出, 却被彭怨手一把拽住。 善飞小娃娃, 这可是三宗大会上, 不能这般乱跑的。 彭怨手笑咪咪说着, 你确定当日, 救你的是这个少年麻。 上善飞连连点头, 他如何会不记得, 只是不知道秦墨的姓名, 后者并没有告知。 彭怨手微微汗手, 看向安言宗等人, 目光有着饥缝和冷意。 严宗家主, 等三宗大会结束后, 咱们再好好谈一谈这件事。 看看这么多年来, 你们安家门人冒领了多少功劳。 彭怨手起身, 冷冷说道, 战天城中, 各大派系给予门下弟子的嘉奖, 若是涉及到战天城的任务, 实则最后的奖励是由战天城来发放的。 南欲探查黑雁宗姬, 其奖励的来源, 自是由战天城来发放。 安家这群弟子冒领功劳, 触犯的则是战天城的利益, 从这件事上, 就可以推测, 以往必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呵呵, 严宗家主, 本座此次前来, 也是常见事了。 告辞, 尚正非也是起身, 默然告辞, 他心中实则怒急, 今日真是好险, 若是尚家真与安家结盟, 以后真相曝光, 尚家就会成为一大笑柄。 尚非小娃娃, 走, 本座带你去找那个小子, 彭愿手带着上扇飞, 身形一闪, 已是消失在安家平台。 此时, 广场上无数强者已是注意到秦末, 这少年与战营老统领并肩而行, 想不引人注目都难。 许多人已是猜到秦末的身份, 在此之前, 就有传闻, 战天城、 青莲山都出现一位爵士奇才, 在短短一年之内横空出世。 关于肖雪辰的绝代风华, 广场上人群已是见到, 现在又看到秦末, 无数人则是震惊不已。 这少年时是太年轻了, 看年龄尚不超过二十岁, 竟能积身青莲山首领之列。 恐怕是有些名不副实吧, 一时间, 广场上很多年轻强者非常不愤, 都认为传闻言过其实, 这少年即使天资横溢又如何, 这样的年龄就位列天宗的首领之位, 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顿时, 许多年轻强者的眼神变了, 充满了挑衅, 皆是跃跃欲试, 想要掂量一下这少年到底有几斤几两。 二十岁不到的少年舞者, 就算资质再强, 修为也不过舞蹈王者而已, 这样的舞蹈成就已是惊世骇俗了。 凭这样的修为, 傲视年轻一辈自是没话说, 但是, 想要积身天宗的首领阶层, 未免太可笑了点。 感受到周遭的敌意, 老统领笑了笑, 传音道, 小子, 看来很多人对你有意义啊。 展现一下实力吧, 这是三宗大会, 你若不展现足够的实力, 别想得到少年首领的封号。 就算你闯过古琼塔第七层都没用。 秦末微微汗手, 表示明白, 他早预料到这样的局面。 洛林等人注视着这少年, 都是充满期待, 他们都感受到秦末的实力变化, 都很期待这少年展现真正实力, 到底有多大的提升。 与此同时, 广场一边, 一座座平台上, 各大派系的强者们也是看向秦末。 刚才古琼塔的异动, 这少年出现在广场上, 让各大派系强者们都猜到大致的情况, 新莲山这少年天才必定是闯过了古琼塔第七层。 不过, 闯过归闯过, 还是要当众展现足够强的实力, 才能以少年首领的身份, 踏上属于战营的平台。 通龙, 骤然间, 一股狂暴如雷霆的战役喷勃而出, 从其末体内冲出, 在其头顶三尺处形成一片战云, 其中有雷霆般的电光闪烁, 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 通龙龙, 这片战云不断凝聚, 化为近呼叶态的云雾, 其中的雷霆电光也是越来越清晰, 如同是一道道电蛇在狂舞, 其中蕴含着令人惊惧的气息。 这是, 战煞, 在场许多舞蹈强者心中狂跳, 能够进入内城广场的舞者, 哪一个不是见多士广之辈? 很多强者对于清廉山战营, 有着相当的了解, 知晓战役功伐术的可怕, 也清楚修炼战役功伐术的舞者积身圣境后, 能够将战焰进一步凝联, 化为一种战煞。 战煞的威力, 就如同剑手凝成剑魂, 刀刻结成刀破。 当然, 并非是修为达到圣境后, 就能够凝聚战煞, 这样的几率不足十万分之一。 而事实上, 这世间修炼战役功伐术的舞者, 能够达到圣境的有十万名吗?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砰, 秦末身躯一阵, 头顶的战云变幻, 化为一道罩子, 笼罩在深周, 屡屡雷霆电光流转全身, 衣经飘飞之间, 仿佛不是尘世中人。 这情景, 令得周围众多强者纷纷后退, 他们很清楚若是沾上这种战煞, 后果会有多么严重, 很可能五脏六腑被一瞬间焚毁。 好, 战焰宁煞, 好小子, 老同龄两眼放光, 他本以为秦末只是冲击圣境成功, 却是想不到, 这少年在战役修炼上又有这样的突破。 忽然, 秦末抬头, 看向一个方向, 正是安家的平台。 眸光一闪, 一道雷霆战煞击射而出, 骑士如电, 在这道战煞周围, 可以看到一圈圈正纹萦绕, 释放着一股可怕的力量波动。 哼, 安家平台中, 一声怒哼传出, 一道恐怖如海的力量蔓延, 化为一个护照, 笼罩着整个平台。 斯拉, 一道刺耳的撕裂声响起, 这道雷霆战煞撞入护照中, 如同一根疯狂的钻头, 以狂暴的速度旋转着, 不断伸入护照中。 那护照中蕴含的力量, 如滔四海, 近乎无穷无尽。 可是, 这道雷霆般的战煞却如同一条细蛇, 在护照力量的夹缝中不断伸入, 转眼之间, 已是穿过护照的一半。 放肆, 安家平台中, 终是传出一道愤怒的咆哮, 那是安言踪的声音。 那道力量护照抖的变后, 产生正反极端的两种力量, 生生将那道雷霆战煞几成粉碎。 呼, 那道护照消失, 一股狂风降临, 席卷整个广场, 却是令人四周一片寂静。 抱歉, 修为刚有突破, 一时难以控制力量, 也不知得罪了哪位前辈, 罗多包涵。 秦莫拱手, 淡淡开口, 却是哪里有半点抱歉的意思。 呵呵, 占天成安家一向以善待后背, 处事功允著称。 莫统领, 你放心, 安家家主看到你这样的年轻才俊, 绝不会有半点责怪的。 这个时候, 狂愿手带着上扇飞走来, 后者已是飞窜过来。 大哥哥, 你还记得我吗? 上扇飞激动喊道, 你这小子,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你这年纪该在绝都城内好好修炼。 秦莫揉了揉这孩童的脑袋, 笑着说道, 他当然记得上扇飞, 却是没有想到会在这里, 再次见到这个孩童。 不远处, 上扇飞也是走了过来, 与秦莫老统领等人相见。 你就是秦莫, 上次救了我孙子, 这小子一直向我念叨呢, 上扇飞微笑, 汗手致意。 他心中则是感叹, 也难怪秦莫没有留下姓名, 这少年时事太过出色, 足以称得上少年首领的称号。 这样的少年, 其眼界又岂是一般人能够比拟, 或许在秦莫看来, 救下上扇飞, 与救下一个小势力的弟子,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正在此时, 战天成数位长老赶来, 其中一人捧着一个盒子, 乘到秦莫面前, 言称这是战天成主的礼物。 打开盒子, 赫然是一套衣物, 属于天宗首领专用的衣袍。